文字幕——YK 我们今天好像有 这应该四个问题 原来是两个 三个问题 请问老师对于傲慢语偏见的小说电影 连续剧的爱情跟情节 什么见解跟看法 老師喜歡這部作品嗎 哎呀你講別的作品 老師還可能真的沒讀過 傲慢與偏見 各種型態我都看過 那種英國連續劇演好幾集的那個 長的女主角長的像那個 Meryl Streep的那個 那個我看了 電影我當然也看了 還包括老的傲慢與偏見 那種黑白片傲慢與偏見 我看了 所以我非常喜歡這部電影 喜歡有時候跟我的道德觀念沒關係 就像我會批評有些電影很爛 但是我還會看到流眼淚你知道嗎 了解我的意思 所以我喜歡並不表示我贊同裡面的 所有的意識形態 不過那個這種電影呢就是 我們後來叫做瓊瑤小說的爛傷這樣 這種電影都很簡單 沒什麼深度可言 那這種電影呢都是一個女主角 這個女主角呢一定會跟男主角結合的啦 你不管千辛萬苦什麼 這種電影的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個時代的背景影響到很多人 第一個都是窮女孩等有錢男人 這個你到現在看台灣的連續劇或 東亞的連續劇這樣的 大概都是這種主題 要不然就把性別調過來 有錢女孩愛上了窮小子 或者反正就是要階級有差別 這故事演下去才感人肺腑這樣 如果那兩人沒什麼階級沒什麼差別 那你怎麼感人肺腑然後這兩人相愛 這電影就沒什麼好演的 要演就要搞出三角戀愛 像我在幾個禮拜前跟那個生命教育中心看 講的那個單身男女 大一有個學生對我硬後座談非常不滿意 雖然其他人都非常滿意 覺得哇這個都又好笑又可以學到東西這樣 他覺得第一個老師你講的都沒有重點 你全部都是很零散然後沒有系統 我想你上課就學到系統了 你還要再聽演講學系統 你這傢伙是怎麼樣 你的系統出什麼問題 你就不能學習一點不一樣的東西嗎 而且我的演講通常都是從問題回來 我不喜歡在上課在演講場合放PowerPoint怎麼樣 我講了一個很奇怪的理由 有時候會搞笑就叫No Power No Point 我講課就是No Power No Point 這時候通常人家會笑 你們竟然都沒有笑 今天的天 剛剛問了為什麼不能開冷氣 因為溫度不到 公家機關溫度不到28度不能開冷氣 所以只有送風沒有冷氣 順便給你們講一下 好 所以這個傲慢與偏見也是落入這種苛咎 那只是他提出的誰傲慢誰偏見呢 那所有的電影所有的這種劇都是傲慢與偏見呢 有錢人傲慢呢 窮人有偏見呢 這是簡單的講法 要不然就兩岸都有傲慢都有偏見啊 那我喜歡的那部電影電子情書 就以這個這本書做一個開頭 然後演了類似的故事 當然那個女生女主角不是很窮啊 那我後來迷到每個地方都去啊 咖啡廳去了好幾次這樣 所以非常非常喜歡這部電影這樣 我最近在看另外一部電影 跟聽那個音樂 叫做My Fair Lady 那是一個音樂劇 哇 第一個歌超級好聽這樣 女主角超級漂亮 那我那是在1964年的電影 澳大利克本 所以老師常常看那個東西 一方面專業一方面興趣 你能夠把你的興趣跟專業合起來 人生的幸福莫大於此這樣 好 這是你的問題 我看你的還有什麼 老師喜歡這個嗎 對啊 你這問題是我喜歡嗎 我喜歡啊 我也很高興你喜歡 很多人很喜歡這部電影 後來這部電影會拍 有一些附屬的電影會拍出來 Becoming Jane 還有那個 Jane Austen Book Club 那電影我全部都看 所以一本書影響那麼大 很難得 不過那時候的女人 最大的問題是 那時候女人不太能夠受教育 所以女人的唯一出路 就嫁給有錢人 你這一生才會有出土 這是全世界女人 在近代史以前都共同的命運 所以你們這代女人是 相對於是非常幸福的 那男人就慘了 以前男人很幸福 因為男人是唯一能夠享受所有權利的 所以對女人可以揮自己來 呼自己來揮自己去 現在呢男人就很慘 因為女人跟我們平起平坐以後 我們沒有榜樣 讓我們學習跟女人平起平坐 沒有榜樣 歷史上沒有榜樣 你懂嗎 所以我們現在男人就非常非常的辛苦 男人得處處的碰壁然後學習 如果你願意成長的話 你不願意成長 你要用傳統的方式也有 你要不然非常有錢 要不然你非常有權 你還可以過傳統生活 如果你只是中產階級 同學我建議你 尤其男同學我建議你 趕快更改你的觀念 這樣子會比較快 不然的話你會碰到 碰到一鼻子灰這樣子 好 這是那個問題 第二個章 老師你好 請問如果對一個人有感覺 甚至喜歡 有感覺 只要你是人都會有感覺對不對 沒有麻木沒有中風 大家都會有感覺 沒感覺是很差的事情 然後甚至喜歡 可是卻無法開口聊天或輕鬆對話 沒有共同話題 這樣算是喜歡或是合適嗎 有的時候這個人 根本就跟你不合適啊 你不敢跟他 無法跟他開口聊天 或者輕鬆對話 你覺得這是一個 這會是一個喜歡嗎 還甚至沒有共同的話題 我就不知道你要問什麼 光看題目你就知道 這裡面很深刻 如果你是因為緊張 我看到他會很緊張 那每個人都有 我們看到偶像都會很緊張 你們大概看到偶像 不一定會很緊張 看到老師授課老師 在校園內 你要不要打招呼啊 在大學裡 在小學中學一定要打招呼對不對 因為圈圈很固定 導師很固定 大學裡面你怎麼知道 老師認不認得你啊 你要打招呼 這到底是禮貌 還是自己往臉上貼金 老師根本不知道你是誰 尤其像我們這種老師 過了某一個範圍之內 我根本看不清楚你是誰 你在我眼界範圍之內 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那你要不要打招呼呢 那你不打招呼 或者說有些老師 是你崇拜的對象 我當然這種可能性 在我身上很少了 因為緊張到講不出話來 我的粉絲呢 都是看到我以後 有不斷的話要講 跟老師吃飯 然後講一堆話這樣子 講了一堆故事這樣 所以各種樣態很多 你不想開不口聊天 開不了口 沒有共同話題 這通常跟喜歡 沒有太大關係 你如果 我們幻想來講 你如果喜歡一個歌星 或喜歡一個影星 你喜歡他 你會跟他聊什麼 如果有機會 那聊他的電影嗎 我好喜歡你的電影喔 你在你的電影裡面 哇好漂亮啊 好帥啊好什麼 你會把電影入手加熱的告訴他 這才是作為一個影迷或歌迷的 他的每一首歌 每一張專輯你都有支持嘛 對不對 去簽名會的時候 那些歌星通常都講另外一句話嘛 對不對 簽完名以後 下一張專輯也請繼續支持這樣 所以有一次我幫你們大家簽這個 加簽的時候我就幻想這個 下一張專輯也請繼續支持這樣 下一門課也歡迎來加簽這樣 我通常下一門課就是孔子 社會學的研究 不太有人要加簽的 你在外面去找都沒人修的這樣 所以我想應該不是喜歡了 如果只有緊張還可以 你緊張應該還有別的東西 如果不是的話 又是緊張又找不到共同的話題 你要不要考慮你其實是不喜歡這個人 你對他有奇怪的畏懼 很不幸的 有些人交男女朋友交往以後 反而不敢講話 反而不敢跟對方講真心話 那你跟他交往幹什麼 你不用跟老師講真心話 這是所有人都知道 你跟老師講真心話反而變得很奇怪 但是你跟自己喜歡的人不講真心話 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事情啊 那你跟他在一起幹什麼呢 哇你們這幾個人的字都寫得好漂亮 其實要稱讚一下 老師你認為男生是不是比較喜歡征服女生 征服是用誇號 我那時代人是啊 現在我不知道 我又因為沒小孩 所以不知道你們到底想什麼 然後最近男生很少人跟我講話 我還沒看你的作業 我也不知道你們想什麼 所以同學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那代人是被訓練的要征服女生的 就像征服喜馬拉雅山一樣 我們男人出來就conquer the world 我不知道你們現在出來是要幹什麼 男同學你們現在是要 順便問一下 男同學現在你們是要被 要征服女生的請舉手 我可以看一下 沒有不敢舉手 不是要征服女生的請舉手 我們反向做一調查 有人舉手 好謝謝 但不是所有人 好 是不是常常要經過一番努力追求 才會比較喜歡這個女生 我沒有講過游戲愛 有的游戲愛的目的 在追求女生不在於愛這個女生 因為他跟人家打賭 我跟你講我三個禮拜之內 我可以搞定這個笑話這樣 怎麼可能 那我們來比 電影裡面也有演 自常生活也有這樣子 三個月之內 兩個禮拜之內 幾個禮拜之內 他可以搞定這個 電影都是有這樣的事情 然後最後兩個人就會真心相愛 這是電影 正常的 他可能追到你以後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不是真的愛喜歡你啊 他只是一個征服 但當事人不知道 所以你說經過一番努力會比較喜歡嗎 要看他當初啊 還有很多事情啊 到了手啊 你就沒那麼珍惜了 這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老師喜歡買鋼筆 那鋼筆擺在店裡面的時候 對我吸引力最大 哎呀 這需要多少錢呢 老闆說 哎呦喜歡就買得起嘛 對不對 這個服裝店的賣東西都這樣 喜歡就買得起啊 我們那個鋼筆店老闆又是 又算半個朋友這樣啊 他說 要不這樣 孫教授你先帶回去 什麼時候有錢你給我 我帶回去 什麼有錢給你 能做這事嗎 你先帶回去嘛 哎呀不行就拿回來退 老朋友了這樣 講得多海派對不對 你能這麼做嗎 人家也知道我們不會這樣做 所以只能這樣說說 哎呀下禮拜我再去多 多接幾場演講 接到了我就來買這樣 那時候朝思暮想 等到買到手了 等到買到手了 就跟其他筆擺在一塊這樣 然後就把它忘了 這是筆啊 人呢 很多人慢慢就是 剛開始的時候 你雷達都開著 他的一憑一笑 你都會注意到 所以第一年或第一個禮拜 或第一個月 他大概喜歡什麼 你都知道 等到第一個禮拜 第一年第一個月以後 你的雷達就關起來 他喜歡什麼 你都不知道 蛤你喜歡這個啊 那老夫老妻了 那就雷達已經關閉很久了 完全不開放 那雷達轉不動了你知道 你什麼時候喜歡這個啊 所以這有時候是這樣的啊 所以很多人認為愛情不用經營 一旦到手了 就可以一輩子 叫你買一台電腦 你都不用 然後你都不知道 電腦會長進的 人也會長進 人也會改變 老師從第一代PC開始用起 你不知道那個苦啊 要學好多新東西 然後到了幾個月後都沒用 到幾個月後都沒用 像老師像的 Word台2003 因為我習慣那個版本 有時候人家只有2007的時候 我說欸 那個什麼東西在哪裡啊這樣 就造成我極度恐慌 馬上什麼WIN8要出來 WIN7我都還沒熟悉 WIN8就要出來了 真是的 我不知道你們這樣下去 一於湖底啊 等你到我這年紀的時候 WIN1030什麼之類的 好 這裡面還有一個話 問話號 EX 之前跟人聊 閒聊時 聊到有公主病的女生 卻有很多人追 或是男友會很疼 公主病舉例 莫名的手腳無力 真的啊 真的啊 天啊 莫名的手腳無力 是不是真的手腳無力啊 同學可能去看看那個醫務室 先看一下 不行趕快去我們台灣健保不錯啊 大家多多利用啊 無法提重物啊 我只有去看眼睛的時候 然後眼睛開刀 醫生說 孫教授啊 你從此以後不能提重物啊 那誰幫我提啊 我不能提誰幫我提啊 真是 講的白講嘛 你不是有一堆學生嗎 我學生幫我提重物 你不了解現在大學教授的地位 我沒幫他們提不錯啦 他幫我提重物啊 那台大有沒有那個幫老師開車的車啊 那個高爾夫球車 我都覺得台大應該有專門替老師服務的 你頭髮夠白幾個條件這樣啊 你就在校門口一進來就專門等車 然後那個高爾夫球車來站 老師你要到哪上課 要哪 那就重物就不用提了嘛 不是嗎 從捷運站到 應該有個接駁車 尊敬這種有攝影的老師 懂嗎 先從這種老師做起 無法提重物 包包要人背 你們女人的包包啊 不要亂講啊 好 你們包包很多很漂亮很漂亮的 這是好東西啊 什麼都往裡猜 根本就是跟那個哆啦一摸沒太大差別 好 不能不能走太多路 小腳嗎 是吧 心理上的小腳 要人接送 吃飯出遊 一定要別人出錢 點點點點點 反之比較聽話的女生好像 比較少人追或者不得寵 所以這是一個策略對不對 你就是沒公主病 你也裝作公主病 就會有人追 你覺得是這樣嗎 你實際上你試試看嘛 你從今天開始 就來一個人為的公主病 一個禮拜試試看 或者我們應該集體做個實驗 本白女生 一律在下禮拜之前 都表現自己的公主病 看大家的遭遇如何 如果全班獲得同一個遭遇 那表示有效 有些人公主病以後 沒人理他 然後病死了 這是意義上的病死 不是真的病死 那你就知道 這不是公主病的問題啊 你要解決這問題真的很簡單 就是做這種實驗 如果真的是OK 如果不是 那就有 有些問題在於你想像之外 就在這公主病之外 因為他的其他特質 讓人家願意接受他的公主病 而不是公主病是 結果不是原因 我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各位一定要謹慎 而且有些事情別人能做 你不能做 這就是個別差異的問題 你做起來就怪怪的 有人的公主病很自然 你的公主病怎麼看都不像 所以你沒那個命啊 各位不是公主的人 我每次跟我的貓跟狗都說 唉呦洗完 我就把狗洗完澡 我就說唉呦香香公主呢 唉呦讓香香國王親一個這樣 香香國王就是我自個兒啦 對不對 所以你們有公主病 就把那人是王子嗎 難道那人是太監嗎 當然你酸一點你可以說 唉呦人家有公主病 那你不是太監病嗎 什麼都服侍他 你可以開他玩笑 但是別忘了 要關係好 不然的話被毒打一頓 不要說我沒教你 難道有些挑戰讓男生會更珍惜嗎 男生跟女生都一樣 都有千百種啊 那有那種喜歡公主病男生 那他們就天照地色的一對 那你不是 你就別跟人玩這個遊戲 所以要了解自己適合什麼 不要因為別人是什麼 你就跟著是什麼 我覺得這是在大學裡面 其實很重要的功課 因為你們是最後離開 離開校園到社會上去的最後一個防線 如果在這裡 你學不到一些人生最基本的東西 你個人最有特色的東西 其實你大學真的是白念 你這個一定要 不要因為人云亦云 每個人內的大學要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看法 然後這些想法看法最好是經得起討論 而不是一些你在大學裡面 或者不上大學都可以學到的東西 你大學學那麼多課 你應該跟外面的人不一樣 有更多的智慧才對 尤其交換生到了這個環境來 你跟以前的環境不一樣 不管怎麼樣你都應該多多學到 你以前沒有學到的東西 然後來比較一下 有沒有什麼可以讓你自己多長進的地方 這樣才有意義啊 不然交換的話 只是去那邊玩去那邊吃 你太年輕了 不只得這樣子而已 多一點東西 好 好像就這樣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折得太好了 老師請問兩個人在一起 除了 好 這要今天回答嗎 除了兩個人在一起 除了法律上 兩個人除了 等一下 請問兩個人在一起 請問兩個人在一起 除了法律上是否擁有某些權利之外 有沒有結婚有什麼差別 哦 你要問這個問題 來 我和我女朋友 花浩 我們是同志 好 表示如果我們真的能在一起到很久的時候 花浩 大概三十歲 你很久只到三十歲 你現在大概二十歲左右 還有十年這對你來講就很久了 你如果能活到八十歲 這真的不算什麼的這十年 好 你認為是就好吧 我希望我們能夠可以結婚 至少有個婚禮 這是一定做得到的啊 政府不承認而已目前 你要婚禮誰理你啊 你就到婚紗照去拍唄 然後找你的朋友來參加你的婚禮啊 照收禮金啊 對不對 不要因為我們是同志結婚 你就不給錢啊 那邊你朋友裡面 照收禮金 我認識的人裡面就有人結婚的啊 也有婚禮的啊 就找至親好友啊 就不要像異性戀辦的那種啊 你可以有你同性戀的婚姻啊 這是不難的事情啊 你對朋友回你說 結婚不代表不會離婚 這也是真的 不過這句話有什麼關係 不結婚也不代表會分開 完全講這沒有意義的話 你在幹嘛 在做邏輯思考嗎 非P則非Q 非Q或非P P或非P 啊 幹什麼呢 幹嘛要花那些錢去結婚 可以賺錢啊 你都回答不出來嗎 結婚基本上是個賺錢的事業啊 而且沒有什麼借口 比結婚更能更讓人家把錢掏出來啊 而且你參加別人的 你都給別人錢了不是嗎 那你就賺回來嘛 這大家 台語叫賀兄賀兄賀兄嘛對不對 你知道嗎 最神秘的事情就是結婚有個禮金簿 我們在台灣 那禮金簿是到現在為止 國稅金沒有發現 或者大家發現不敢那 那扣稅最實在啊 禮金簿保持永久啊 那沒有人消費禮金簿啊 而且禮金簿沒兩本 禮金簿到時候都要做什麼用呢 你到時候人家你先結婚 人家送你錢了登記好了對不對 每個人誰送多少都登記了 清清楚楚 誰交誰沒交你都知道 等到他結婚了 你第一件事情拿出禮金簿來看 他當初給你多少 你就還多少 電儀也是一樣 當初他給送你爸媽多少錢 你就要送他爸媽多少錢 禮上往來 這中國人基本的規矩 我不知道大陸現在怎麼樣 但台灣現在基本上這樣做的 所以禮金簿很清楚啊 懂嗎 所以怎麼會花錢呢 你這女朋友腦筋不太好 建議他來看看孫老師錄影的課 尤其這堂課你叫他一定要聽啊 一定要聽啊 那個問題我替你問的 你腦子不太好 多學一些沒關係 因為你沒上課我了解 懂嗎 好 花那麼些錢去離婚 拍婚紗照忙一些有什麼 你也可以不要拍婚紗照嘛 找朋友拍就行 自己快樂就行嘛 對不對 那婚紗照還有很多種樣子的啊 有那種什麼沙龍的啊 回想式的黑白的啊 很多樣子 也不一定要拍那種嘛 我每次看那婚紗照 都覺得這兩個要離婚了 那為什麼 我說你看男女主角有眼神交集嗎 女的往前看 男的往那邊看 這不是就分手的象徵嗎 我每次看婚紗照 我都分析 這個攝影師很差 完全不知道浪漫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啊我以前有學生研究婚紗照 我說你去注意一下 我覺得婚紗照啊 籠統來講 是女人對於青春最後的流念 跟婚姻沒關係 男的在婚紗照辦什麼角色 就像芭蕾舞裡面 大部分男性一樣 就把女的舉起來嘛 或道具嘛 基本上 屬於道具類的角色 男的有跟女的 有那種很親熱的鏡頭 那還可以代表戀愛有成 但大部分的照片 很多女生在乎的 不是跟那個 她的未婚夫照的那一張 常常照的是其他的 哎呦這張修得漂亮漂亮 哎呦那好美喔 那當然很美啦 很多男生對婚紗照一點都不在乎 你喜歡就好 他反正就穿著就來 就當道具 我告訴你真相啊 男生如果可以 沒有人要拍婚紗照 男人不太在乎這種外表的流念 我不知道男同志怎麼樣 男同志應該這個可能會注意一點 我們異性戀人 男生對這一點 那女生會很在乎這個 非常在乎這個 極度在乎這個 好 拍婚紗忙一些有的沒有的 你可以不要忙啊 婚禮是你可以決定的事情 最近有人問我說 老師婚姻不是兩家人的事嗎 我說啊 現在這兩家人 已經越來越沒權力了 家人大概只能出錢啊 只能被告知啊 有人結婚現在辦cosplay 因為男生喜歡 女生喜歡 爸媽愣在那 哪有這種婚禮啊 先婚禮穿著婚紗出來的 前面部分是非常傳統的 等下一次換裝的時候 我們在台灣婚禮要三次換三套衣服 換裝的時候 什麼超人出來了 什麼東西出來了這樣 那他那個cosplay朋友做一桌 那桌的人呢 一開始就穿成那樣 你就說 對不起啊 這不是台大新體 你們時間也不對 一群cosplay人 電視上播啊 我看了覺得 那新郎新娘的爸媽 驚駭到完全不知怎麼辦 那表示他沒有事先沒有預言 沒有被告知啊 後來爸媽當然就勉強接受 反正至少結了婚了嘛 那這個是 你就知道這不是兩家人的事 家長到現在為止 權力已經完全喪失 以前當然爸媽做主 爸媽主持婚禮都很莊嚴隆重 或者都是傳統那樣 現在全部都是年輕人自己搞啊 你們現在還搞什麼呢 放一個powerpoint那個幻動片是吧 然後就把那兩人相似的過程 然後就這樣 相似過程裡面 把媽媽的位置很少啊 你會先放出 碰 孫氏列祖列宗 碰 臨氏列祖列宗 然後從歷史上有名的孫武 然後換一張照片 有這樣的祖先 才有這樣的子孫 你會 這才叫兩家人結婚啊 你會放這種嗎 沒有人放這種 搞笑都沒看到過 對不對 一下就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對婢人 是如何成長跟相遇的 然後這張是小星星 穿快當褲的時候這樣 然後把她做個馬賽克什麼的 然後這是什麼誰誰 小學的時候 就通常講女的 就顯示她才貌的不同這樣 然後通常放一堆人 這樣才能顯現出她的不同 懂嗎 你放一個人 你怎麼知道她跟別人不一樣 就放那種小學的照片啊 放一堆人 然後把她頭上畫個圈 因為真的大家看不太出來 懂嗎 真的才貌雙全 還需要你畫個圈嗎 所以這都是婚禮公司搞的 你知道嗎 你們家開婚禮公司 老師去當顧問就沒錯了 還怕失業 全部這個修國愛心受學 錄影班的這班 全部人集資和開一個公司 保證各位生意興隆啊 我們到日本的有啊 到大陸的有啊 到哪裡的都有 東南亞的全部都有啊 我們是跨國公司 一開就開跨國公司 好 她說她女朋友講完這些以後 聽了無法 聽了之後 覺得好像有點道理 但我還是想知道 真的沒有差別嗎 來 我上禮拜沒講嗎 還是我上禮拜講了 差別之一 同居跟結婚 這講了沒 沒 好沒我就可以講一下 同居跟結婚第一個錢嘛 婚禮嘛對不對 一個有婚禮一個沒有婚禮嘛 那你要辦婚禮 通常 結婚的婚禮比較正式嗎 同居的婚禮感覺怪怪的嘛 但是你要辦也沒人說話 對不對 看你要請誰 這是錢的問題 雖是花錢 但是賺錢 別忘了 這要有成本效益的概念 ok 那第二個呢 自尊啦 你結婚的人 你會跟別人講 那你會覺得人家會恭喜你 當然你的前男女友是不會的 他會詛咒你 那但是不是前男友都會恭喜你 那你同居呢 你會跟別人講嗎 到現在為止我好像沒有認識 這同居人家也不跟我講 或講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當做是一個知道就算了還是怎麼樣 那自尊呢 你會跟別人講 爸媽我同居啦 如果有一天自尊都到了 你覺得無所謂 像歐洲人一樣 那同居跟結婚這個部分差別又不大 所以錢的問題有差別 這個差別不大 好那我們再來講 你要不要跟對方家長聯絡 如果結婚那親戚真的有 所以結婚比較麻煩是親戚問題 那不結婚沒有親戚問題 這是同居勝出之處 那其他相同之處 你如果結婚 性生活要怎麼處置 兩個人 這要協調的 這結婚不結婚都一樣 經濟生活你的錢要怎麼出 大家兩個人住在一塊 衛生紙誰買 什麼東西誰買誰買 這個要怎麼出 分一半嗎 像室友啊 還是說有錢人出啊 還是怎麼樣 這個你要解決 結婚也一樣 你要解決這個問題 接下來另外一個啊 你的那個日常生活分工怎麼解決 誰負責洗碗 誰負責掃地 誰負責倒垃圾 這個同居跟結婚一模一樣 你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真的沒差 我覺得是有差 是有差 你同居跟單身比 那當然同居好處多多了 特別男生 男生第一可以有免費的性服務 你單身的時候就沒這個好處 或者這個好處不會那麼明確 那這個當然會造成同居雙方的性的緊張 那結婚以後呢 理論上在現在 有這個婚姻強暴的概念以後 你也不能 男生也不能隨時要求太太做 他不想做的事情 你希望有性生活 太太不想要 如果你來強的 這就犯法 這以前沒這回事啊 以前結婚了 男生隨時要 你就得隨時給啊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不一樣 但這事情很少有人會拿出來講 那男人覺得 那你都不跟我做 那我結婚幹什麼 然後女生一生就說 原來你結婚就是為了這個啊 然後兩人就會火上加油的炒這樣 當然結婚真的不是為了那個 但是在那個當下 確實就是為了那個 大家都不把事情講清楚 就這樣啊 搞不清楚 大家就 彼此就越來越生氣這樣 那其他我就不用多說了 就這樣比較 你結婚 同居比單身省錢啊 因為大概省掉 一個人活是一倍的話 兩個人活大概1.5到1.7之間吧 你吃東西啊 衛生紙啊 跟各方面大概1點餐 又不寂寞啊 有時候一個人很寂寞啊 兩個人有時候可以講講話啊 所以相對而言 同居跟單身比 同居是比較多的好處 但是同居跟結婚比 所以以前沒有option是同居嘛 你就結婚嘛 結婚就是這問題 不合了再說 很多人幻想結婚 我不結 我不同居我怎麼知道 我跟他合不合適 古人連這個想法都沒有 因為古人就結婚了 不合適就算了 合適是命 不合適是運 whatever 那這時代人呢 就開始會想這個問題 哎呦呦呦呦 我要跟他不合怎麼辦 不合就脆嘛 你不合就離婚嘛 這個真的跟這形式有關嗎 我聽到太多太多人講說 我不跟他先住在一起 我怎麼知道 那有人說 我不知道他成不成熟 我說那你呢 我光聽這個 我就覺得你不成熟 老實話跟一個成熟人在一起 那你得先成熟啊 要不然你的一個option 就是你跟他一起成熟啊 我就願意牽著你的手慢慢變老啊 有一首歌好像是這樣唱的 沒有人成熟好了才去嫁人啊 或才結婚啊 就差不多了 你覺得你找到一個人了 他願意平等跟你對待 願意跟你共同奮鬥 就可以了 大家就慢慢成長了 你要等著一個已經都準備好的人 然後你才要慢慢 他跟他在一起 那除非你也準備好 不然的話 你大概不可能碰到這樣的人 好那另外一個問題 怎麼樣告白比較容易成功呢 今天會講到 要撲梗還等待什麼時機嗎 雖然說認識了好幾個月 但嚴格說來 真正面對面相處只有兩天 後來都是網路聊天 這樣對方會覺得突兀嗎 PS我是女生 對方是男生 這是什麼差別 因為你是女生 要跟男生告白 好對 好等一下會講到 這問題我不知道為什麼 困擾了你們千百年 我還不講十年千百年 準月老先生 你真問對了 都有上課 我今天還發願說 是不是也要去當這個地藏菩薩這樣 一個人兼兩個工作這樣 我不入地獄誰 我要地獄拯救你們啊 這種在秦海中吃苦的啦 在其他吃苦的老師 一日為師終身服務 跨師都服務啊 現在老師要搞跨國企業 要考跨士企業 所以想說也許 地藏王菩薩那位置 我也可以來考慮一下 應徵一下 準月老先生 有個他男子旁的他 他愛我 我不愛他 還是男子旁的他 有一個這樣的男人 我覺得他有共一純正 你太酷了吧 看過書的人嗎 對不對 真的是 共一純正怎麼樣 你看個書 不然我們到時候再講一下 到第幾章的時候再講 想把愛上了癮這本書拿給他看 又胖傷了他的自尊心 怕他只想著 誇好 我在你心中 就是這麼個人嗎 誇好 而不正視書中的內容 老師覺得怎樣做比較好 還是讓他自生自滅 少管閒事就好了 我覺得你還是可以給他看書 看書不表示他會跟你在一起 看完書以後 你說他有這個共一純 他可能發現你有浪漫症上癮症 你們兩個可以互相開調方給對方 然後發現原來我們兩個 對這本書竟然是那麼的喜愛 那就我們在一起吧 我們有這共同點 這可能是意外的這樣 你不給他看 然後你說他不會正式書的內容 這都你猜的啊 你去試試看嘛 你給他看嘛 你跟他講你看完了 我們討論一下 如果他真的看了 你再看下一步要怎麼 不要什麼事情都還沒做 就假定這個人不會怎麼樣 你要假定這個人不會怎麼樣 你就不必問問題了 不要浪費時間跟他在一塊 沒有未來性能 你幹嘛跟他在一塊呢 沒有未來性能 你幹嘛問我問題呢 你嫌我上課上的太無聊嗎 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 你覺得他有未來性 正式這個問題 然後給他這個機會看看 不要忘了人是成長的 以前女性主義這個誰 西蒙波發說 女人是不是天生的 女人是變成的 就不斷受社會的這個歷練變成 男人也是一樣啊 男人更需要 因為你們女權有被覺醒過 我們男人沒有覺醒過啊 男人就覺得世界還是一樣嘛 跟亞當的時候也是一樣 不是嗎 然後發現不是的時候 不知道怎麼辦 已經不是了各位同學 好 所以這個你可以讓他看的書 看完了他如果在 你們討論不合了 你大概也不用問問題 就不必跟他發展進一步的關係 那那個等一下 我講到告白的時候 請那個同學要特別注意一下 今天會講到愛情的開始的部分 好 這是今天謝謝大家的問題 應該真的是沒有了 好 我想派大星還是比那個海綿寶寶要流行 人氣高一點 上禮拜我們講到這個 前一章叫吸引力的理論 46頁這裡 吸引力理論呢 特別說女生特別是 特別講女生 最好英文叫play hard to get 你越難到手 人家越覺得你珍貴 可是剛剛同學的問題 好像就反過來 說如果我主動去追他 好像他就不會覺得 我是一個值得珍惜的女人 我覺得這重點都不在於誰開始 而在於這個反應 你喜歡的這個人的反應 你都沒看到這一點 如果你喜歡的人 只是因為你主動說出你喜歡他 他就不喜歡你 你要不要再重新考慮 你為什麼要喜歡這個人 聽懂了嗎 你喜歡這個人 是因為這個人有可能喜歡你 這個人有別的特質 如果這個人呢 有這些偏見 或這些傲慢 你幹嘛還是喜歡這個人呢 你如果跟一個男 女生跟一個男生告白 說誰誰我喜歡你 我很欣賞你 你跟我在一起好嗎 如果他說 然後女生跟男生告白 這不太正常 那你要喜歡這種 那麼幼稚的男生嗎 我常覺得這個問題 你只要去告白 你就知道這個男生 值不值得你喜歡 如果這個男生可以講出一堆 讓你幸福的理由 這是OK的 如果他的理由 只是因為你是女生 所以你不該主動告白 那這個男生你也不必了吧 除非你要好好的教導他 好 所以這個play hard to get理論 就常常會讓有一些 特別是1960代美國的女生 台灣的女生也有人有 在我那時代叫做 少女的矜持 矜持這兩個字在這時候有 說你啊 男生約你出去啊 千萬別答應啊 不要第一次就答應 你答應你太容易了嘛 他不會珍惜你 所以什麼事情 他當然一定要搞三次 看這個男生有沒有誠意 所以大家就有一個江湖規矩 好 說這個什麼事情 你約一個女生出去 一定要問他三次 第三次說不答應 那才是真的不答應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那第一次第二次 我們就不能skip過去嘛 幹嘛要浪費三次時間呢 啊同學 這是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你 我約你出去嘛 好嗎 我知道你一定答應不答應了啊 先留言就好了 對 然後不答應 我已經玩了一次對不對 我自己玩完兩次 我現在是第三次 請你真心告訴我 我沒那個美國時間 你願意跟我出來請說 不願意跟我出來 也請說謝謝 這不省很多事嗎 一定要這樣 play hard to get 這個理論有它現實基礎啊 所以女生啊 越拿翹男生啊 越得不到他越喜歡 你這次在玩遊戲愛 有人跟你玩 但是你是不是比較幸福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這是一種說法 另外相似說 你實際上會喜歡一個人 那個人對你有吸引力 是因為他很多地方跟你一樣 或者說我的說法 就他鑽石的切面 最大一面跟你一樣 你最在乎的事情 他是真的相信的 他真的喜歡的 你喜歡某一部動漫 現在你們上網去跟人家 什麼交友或者怎麼樣 那常常問的問題都太廣泛 興趣 聽音樂 打電動 這怎麼叫興趣呢 打電動有各種電動音樂 各種類型 你這都要更細嘛 興趣看書 看什麼書呢 這都要講得很細才有辦法 對不對 那相似性才會凸顯 這是相似說吸引力的論 相似的人比較容易吸引 第三個呢是相輔說 這就是打相似說一個巴掌 亂講 越跟你不一樣呢 越容易吸引人 因為例子什麼都有 有些人就特別喜歡跟自己不一樣的人 功課好的人呢 有時候會喜歡功課不好的人 像這個沈家儀 就喜歡那個功課不好的人 那功課不好的人 就想跟功課好人一樣 像柯景成他就好好念書 至少還高中內斷是這樣 可是你念書念好了 他會不到是不喜歡你 因為你跟他已經太像了 他喜歡一個不像的人 沒有人去討論這個問題 接下來循序漸進說 英文叫sequential filtering 就是在每個階段交往 然後就開始篩選一些對象 開始篩選一些對象 因為你會成長 他也會成長 剛開始你可能覺得 那個出入門的那個 共同的興趣是很重要的 等你再大一點到大二 你突然間覺得那個東西不重要 他還覺得很重要 你慢慢把這些人就 在你的名單之外 慢慢慢慢你會變成 你後來的樣子 我比較相信 sequential filtering的說法 因為我們會不斷的成長 接下來就刺激價值角色說 你碰到不同的刺激 你價值會隨時改變 你選擇的或你期望的角色 也會隨時改變 有些人在大學的時候 可能比較不在乎 金錢上的這個多寡 然後可能在大約四年之內呢 或畢業以後發現 或畢業前被人家嚇唬到 畢業找不到工作 開始對錢就很重視 那樣的價值觀就會不一樣 如果有一個人 還覺得錢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一個人覺得 已經是的時候 那就會退 以前有一個學生在很早期 是90年代台灣經濟沒有發展 但是股票呢 忽然間爆量 所以叫做台灣錢淹角木 那時候台灣人拽得要死了 每天上午啥事不幹 你就可以買一棟房子 因為你股票就漲了 好景不長就掉下來了 然後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這種經濟情況之下 我有一個學生 在大學談戀愛 談戀愛的時候呢 還有別人追他 追到幫他寫了一首歌 這個人後來成了名歌的製作人 這個真的是 因為有錄影就不能講名字 然後他 我後來問他你為什麼不喜歡這個人 他說老師我就是看他 我就是沒辦法跟他在一起 他喜歡另外一個人 然後後來這個人呢 去當兵去了 他喜歡這個人 當兵兩年呢 沒有出現台灣所謂的兵變 兵變就是男生當兵的時候 女朋友疑心別戀 甚至嫁人了 這個在台灣是一個常見的現象 很多人怕當兵的另外原因 就是怕兵變 好 那也沒兵變 回來以後呢 那個男生就跟這個女生說 我們分手吧 那女生嚇一跳 我已經守那麼久 為什麼要分手 他說因為我現在覺得 賺錢是比較重要的 他說可是那些大學的時候 不是認為賺錢不重要嗎 那些人俗氣 同臭味 四塊 他說他當了兵以後 價值觀完全改變了 他覺得沒有錢 大丈夫難在世界 在這個社會上立足 所以他選擇 分手 就去玩股票去 這故事沒有後來 因為後來沒有人告訴我 第二是二元體的形成 怎麼樣兩個人慢慢慢慢變成 這二元體是一個社會學的概念 或社會心理學的概念 怎麼樣變成一對 這一對是一個基本單位 一個人不是基本單位 所以diatic formation 就怎麼樣兩個人在 那很多電影會 有時候會演那個 從誤會開始 從誤會開始 兩個人其實就是傲慢偏見 那樣剛開始 他看他也討厭 他看他也討厭 就我怎麼可能跟這人在一塊 後來這兩人就在一塊 所以呢 照那麼多愛情故事來看 你喜歡一個人 很可能會跟他在一塊 你不喜歡一個人 你也有可能在一塊 你只有跟那個人沒感覺 都可能在一塊 這才是人生奇妙的地方 我們只有事後才知道結果 當時是不知道 當時是不知道 好 那個心理分析點 我就跳過去 因為這個有太多是專業的東西 跟我們關聯不大 你跳過去 所以一開始呢 我們就講關係的開始呢 通常是靠表白或是告白 告白這個我韓文我不知道 日文有 中文也有 那這我已經講過很多遍 有關表白那個電影 告白那個電影 那剛剛就有一個問題 有關告白的問題 告白的問題 第一個是對象的關係 很多人呢 對告白都有一個對象 那對象呢 就要看你的性別 跟對方的性別 我們一般來講 男生去告白 跟女生告白 這在我們的文化裡面 是很正常的事情 被允許的事情 基本上也是鼓勵的事情 女生跟男生告白 這就 這就 你就會問問題了 男生要跟女生告白 只會說我該怎麼告白 而沒有說 老師我喜歡一個女生 我現在跟他告白 他會不會不珍惜我 我會這樣問 女生就會這樣問 這個問題出現了好多年 已經很多年了 我一直覺得不可解 有一個女生就說 我去跟他告白 老師 然後他就覺得說 你是女生怎麼可以跟我告白 那個男生就這樣跟他講 那我說那你怎麼回答 他說我就嚇了 就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說你不會跟他說 因為我喜歡你啊 我想多進一步認識你啊 這不是正常的理由嗎 連正常理由都不願意講 就被他那個理由就這樣講完 然後就回去就哭 就難過 說他不喜歡我啊啊啊啊啊啊 就開始哭起來這樣 然後有人告白 對方馬上拒絕 女生跟男生告白 馬上拒絕 男生馬上拒絕 說這樣我怎麼 我這樣很沒面子耶 我被女生告白 為什麼被女生告白是很沒面子 然後女生又哭 老師 他不喜歡我 因為他覺得他很沒面子 我說他這種男人你也要啊 全世界男人死光啦 死光你都會變同性戀快一點 這種男人你也要 就是因為你跟他告白 他覺得沒面子啊 他連你是什麼人都比不願意不認識 就這樣沒面子啊 你你也覺得這件事情值得難過 我真的為你這件事情感到難過 我在難過上難過 你看我多難過 人家是火上加油 我是難過上加難過 那如果怎麼辦 我就趕快換對象 這種爛人你跟他在一塊幹嘛 我覺得這已經簡單到不行 老師可是我喜歡他 我說你喜歡爛人嗎 那一個不珍惜你的人 那你要貪展什麼樣的關係 你要去做他的幫傭嗎 他要做我做什麼我都做 我覺得這就是沒有犧牲了自己的自尊 所以表白了對象的問題 對象當然還有包括數量的問題 你要是喜歡很多人 你倒是要該跟誰表白還是都不要表白 大家先來一陣子這種很自然的朋友關係 然後看這個朋友關係走到哪個地步 才需要這種獨特那個那個獨佔的關係 或者說你要不要做我女朋友做我男朋友這樣 第二個是內容的問題 該怎麼表白的問題 這事情困擾我非常的大 不是只有你們問 我以前要跟人家表白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大的困擾 如果我們從那個Sternberg的三元素來講 有Passion 通常表白之前我們大概會有那種激情的感覺 單方面看到他會很高興 或者有時候會很緊張 很希望看到他 就算走在他身邊 以前有一首歌叫走在背後 都有一種幸福的感覺 這純粹是從個人發出來的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感覺 所以你要表白 你要不要把這種感覺說出來 你到底喜歡一個人是怎麼喜歡他 那你當然表白的意思是說 我還希望進一步了解你 那你大概想進一步了解什麼 你現在已經了解什麼你想進一步了解什麼 如果我們被別人表白 有一個人忽然間跑來 然後跟你說他希望你跟他做朋友 如果做朋友算不算表白 那什麼樣子要表白 做男女朋友才是要表白 一個同學跑來 學校大學跑來 如果跑來說 孫老師我想學你的課 這算不算表白 絕對不算 孫老師我想跟你在一起 幹嘛 站在講台上 歡迎啊 講台很大 你要跟我在一起幹嘛嗎 如果一個人說 孫老師我覺得你幽默風趣 我想跟你結婚 那就不必了 謝謝你 真的不必了 我已經結婚了 這不是很清楚嗎 那你們到底哪裡會出現這個問題呢 所以表白的內容的問題 我以前不是上跟各位應該有講過吧 我講的那個我為了你們要怎麼表白這件事情 我就做了一個作業指定作業 讓他們錄15分鐘MP3 然後跟自己假想親愛中表白 講過吧 講過嘛 我就不用再講了 那一樣啊 大部分人都只知道 只會講出來說 那同學我喜歡你 然後呢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那我想進一步認識你 那這個叫表白嗎 那只是做朋友吧 這叫表白嗎 我現在不是叫你們去問同學三個問題嗎 那這不就是 你可以認識他的機會嗎 如果這叫表白 那也太容易了 你們都在表白了 不是這樣的意思吧 哦 順便講到這個認識同學的作業 我順便說一下 在大一的班上 有一個同學給我寫信說 老師 我最近呢 因為你那個作業呢 我感到非常的生氣 我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 很多同學就來 像身家調查一樣 問了三個問題 然後就跑了 以後見 你在路上碰到 連招呼都不會答 我說啊 你們作業是這樣做的啊 你不會因為三個問題 想多跟大家認識多聊天 然後見到面 都當作不認識啊 我就很難過 所以以前我這作業 最指定了大概最近 兩三年都這麼指定的 沒有人告訴我這個問題 如果有這樣 那真的是 真的是不幸啊 我不是叫你們去打聽 對方的身家 家事這種東西 我不是要打聽這個 我希望你跟認識同學做 也讓對方覺得 那很舒服的感覺 而不是讓對方覺得 你只是在做一個作業 然後他有義務 要回答你的作業 這就不是我的原意 好 順便講 那時間跟地點 有人說表白在什麼時間 跟什麼地點 好 當然在正常的時間 跟正常的地點 什麼叫正常的時間 跟正常的地點 譬如說廁所就是不正常的地點 晚上12點以後 理想上也不是正常的時間 應該在人清醒的時間 你在什麼夜店以後 喝完酒 這也不是正常的時間 跟正常的地點 我想你應該知道的意思 上課時間表白 那也不是正常時間 不正常地點 你知道嗎 你不能上課 然後跟人家MSN這樣 看你好在做筆記 其實你在通MSN 然後到時候 就忽然間善然淚下這樣 因為你已經被MSN分手了 或是你被Facebook分手了 因為他的情感狀態改變了 說單身中 快樂的單身中 你就慘難難看了 所以時間地點還是有的 不是完全沒有的 另外害怕失敗 表白 失敗機率非常高 為什麼 很簡單嘛 因為只有你看上他 他沒看上你嘛 所以如果表白一定要成功 你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說你可不可以讓我有機會 介紹我自己讓你認識 因為他不認識你啊 他不一定不喜歡你啊 他不認識你啊 他沒有像你那樣的感情啊 因為你已經 預跑了好幾步了你知道嗎 你已經可能在100公尺了 15K的地方他還在0啊 你們兩個感情不對等啊 你已經在網路上查了很多東西 查了很多同學 查了他把身家 身家狀況在Google上 能Google上 你全查好了 對他遼入執掌 連跟他同名同姓的你都知道 可是他對你的一無所知啊 所以這不對等啊 資訊完全不對等 你要怎麼樣讓資訊對等 所以你不能期待一表白 就馬上進入到一個平等的關係 你應該預留緩衝期 表白以後呢 有一段時間慢慢慢慢 讓他跟你越來在彼此聊天上 越來越接近 這樣子就有機會 所以有人說對不起我不認識你 你不要難過 因為這是常情 你不要因為說 啊同學我喜歡你 可不可以跟我交往 這個就尷尬 跟你交往這個風險太大 他還不認識你 我怎麼跟你交往呢 同學有沒有機會 我們喝個下午茶 我想多了解你 是不是你也可以多了解我一下 這個我覺得機會相對而言 就會比較大 因為你沒給別人壓力 可是這叫表白嗎 因為沒有任何promise啊 沒有promise 你要是我唯一的男朋友 我是唯一的女朋友 沒有啊 所以這個到底算不算表白 或者只是邀請 讓對方跟你有一個開始 可以彼此了解對方 至於結果是情感關係 還是只是一個朋友關係 還是喝完下午茶 你們兩個就不會聯絡的關係 沒有人知道啊 但從這樣開始 可能是比較 照我這麼多年來的 可能是比較穩健的一個做法 可是大部分人都不是 表白就一部分 要不然就 要不然你就答應我 要不然我就失戀這樣 你想不給自己留餘地 也不給對方留餘地 我們真的可以幻想一下 在下課前 你幻想一下 今天下課馬上就有人 來跟你表白 不管男的女的 你會什麼反應 如果那個你完全不認識 你會什麼反應 大概馬上說拒絕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那如果只是說 哎同學我想多認識你 我給你多修好幾堂課 我都給你修在一塊 然後你那天回答問題 我就回答非常好 是不是有機會再認識你 這樣子可能就有機會 喝個下午茶 看看 不一定會發展情感關係 你期望不要擺得那麼重 不要那麼高 對自己跟對別人都沒那麼大壓力 接下來就講條件 你表白有時候 在之前或之後 有些人會考慮到自己 或者對方的條件 那我們在這個部分呢 很多人都會受到社會觀念的影響 譬如說要門當戶對啦 不能高攀啦 或者有人剛好想相反 就一定要高攀 要嫁入豪門 這是幾乎完全相反的 這個社會的想法 條件一個自己一個對方 那當然有考調性別差異 像剛剛有講到女生 好像就比較不適合跟男生表白 或者你在表白是就會有壓力 我曾經在有一次上課 不是這個班 好幾年前上課問過女生 說你們表白 有沒有人表白成功的這樣 我們就撇開不談 有兩個女生舉手這樣 我說你願意分享嗎 兩個女生都非常大方 那我想這個為什麼他們會去表白 跟外向型可能有關係 結果他又說有一個女生說 我是戲劇系的 我的學生好像今年沒有戲劇系的 往年都有戲劇系 戲劇系學生都很活潑這樣 我是戲劇系的 我說那你跟誰表白 跟藍家掛包的那個 在那邊做事的一個人 藍家掛包各位知道在大學口 我以前也很喜歡吃藍家掛包 那時候還能吃 我說那你怎麼表白 他說我常去買掛包啊 就看到那個男的很帥啊 他有一天去買掛包的時候 他就跟他說要不要跟我去看電影 然後那個賣掛包那個人就看看他 就說好 然後兩個人就去看電影 他表白是看電影 所以你下次買掛包的時候 不過那個人應該已經不在了 我每次經過都還有看一下這樣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那個人 我說同學他現在還在嗎 他說應該不在了 不過老師你下次經過看看 他長得很帥的那個 這不是一所欲言嘛對不對 就講說不要殺我的那個烏鴉 媽媽跟獵人說 你不要殺我的女兒 他說那你女兒是哪一個 就是身體裡面長得最漂亮的那隻鳥 就是我女兒 結果快獵人就打了一隻烏鴉出來嘛 然後媽媽就哭 你別答應我不要打最漂亮的樣子嘛 你懂嗎 這漂亮是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看出來的 所以他就跟藍家掛包在一起 因為這個故事太鮮明了 我記得今天我每次經過藍家掛包 都會想起這個故事這樣 所以這是表白成功 確實比較少 確實比較少 但不是完全沒有 不是完全沒有 那另外一個呢 故事我就不太記得了 大概這個戲劇性沒那麼強 所以就沒記住 另外相互的因素啦 各位不要忘掉你現在的條件 跟你未來條件經常都會改變 你用現在來看它的未來 除非你真的預測省準 不然誰也看不到誰的未來啊 你現在看它家境很好 將來會不會加到中落 你不知道 你現在看它窮苦一生 你不知道將來會不會飛黃騰達 你如果要看經濟條件的話 這種對未來的可預測與否 是一個關鍵這樣啊 那大部分人都眼光短淺啦 只看到現在啦 所以也沒什麼好說的 另外環境因素啦 環境因素是很廣泛的來說 包括你的家庭環境 包括這個社會環境 都這樣看法啊 包括你的朋友啊 等等的因素啊 那這個是很大的那個 還有表白 如果你要出國了 對方不會出國 你在出國前表白 這不是也蠻奇怪的嗎 不過我認 我知道一個故事就是這樣啊 有一個人呢 在國外唸書啊 唸書也唸到博士學位了 就是沒有太太 唸書唸得還不錯 所以在美國工作 然後有一天呢 有一個美國人工作的人 大概都只有兩個禮拜的假期 就回來回來台灣 回來台灣呢 這個就到中 大 國父紀念館去運動 每天早上運動 再要上飛機的前一天 就認識了一個女孩子 一起運動的女孩子 我講這個故事男主 主角是男的 她就她就認識了一個女孩子 兩人談得非常好 然後說那就留下通訊地址吧 再聯絡吧 就很尷尬 說哎呀我明天就要上飛機了 然後今天認識一個人 明天要上飛機 可是又聊得很好 好那就留下了雙方的通通的電話 他先留台北的電話 這傢伙才飛到 不知道夏威夷還哪裡 還沒回到 就還沒回到美國本土 在飛機場就 這男的就打電話給那女的 約下次見面時間 他就想辦法 還有什麼嫁挪一挪挪一挪 聖誕節回來 這個進步是很快的 然後後來兩人就靠通信 大概一年不到就結婚了 再上飛機前一天遇到的人 所以各位不要在飛機場 認識人的可能性不高 但在上飛機前一天多運動 懂嗎 這是運動衍生出來的一個好處 我聽到這個故事都覺得 哎呀要鼓勵運動啊 這個某種程度也是一個環境因素 不是不可以克服的 很多人呢一想到這個環境問題 就覺得不可克服 就自己就打了退堂鼓 特別明顯的故事常常是這樣 同學中間呢有人在唸大學的時候 就知道自己將來可能會出國唸書 家裡鼓勵你或者你家人 譬如你哥哥你姐姐也出國過 你爸媽也鼓勵你 家裡確實經濟狀況也可以 那有人就出國了 那有人呢經濟狀況很差 絕對不可能出國的在他預想 那不可能出國 他當然就不會跟可能出國人交往啦 如果聊聊聊的話 那你家裡想幹什麼 這個不出國的人可能就想說 考國家考試啦 替家裡多賺一點經濟的貼補家用 或者承擔家裡的經濟工作啦 那那個出國的人呢就會覺得說 哎呀我當然要出國啦 將來再回來貢獻啦 或者我就不回台灣啦這樣 那你談到這個兩岸有交集嗎 當然沒有啦 沒有共同的未來嘛 完全看不到兩岸會在一塊嘛 可是同學看不到是因為你不願意去做啊 這兩岸既然是未來就可能在一塊啊 不管是那個人出國那個人不出國 這個人回國都可能啊 我親自碰到的一個故事 我一定要講啊 因為我常常呢我是比較樂觀的人 我常常看半杯水我都看到 哎呀還有半杯水 我是這樣的個性的人 我也鼓勵大家多看事情的好的一面 反正人生就這麼一次 快樂也是一天難過也是一天 你幹嘛要難過呢 懂嗎我的邏輯是這樣 不一定每次對哈 同學還是得告訴你 人生詭訣不一定每次對 但是至少你快樂快樂時間長一點 就一個人跟另外一個人相識 相認識的啊 透過我的關係 不是我介紹他們認識 我認識他們介紹他們去接同一個工作 這兩個人呢只有一個共同點啊 有兩個共同點不太重要 都同一個研究所畢業 彼此不認識 前後屆彼此不認識 第二個呢兩人都抽煙 現在兩人都不抽煙了哈 當時兩人沒煙是不行的啊 這五四時代人說煙有因絲霹靂醇啊 inspiration翻成因絲霹靂醇你看多好聽呢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會得肺癌的這種 這種公共衛生的考慮 就抽煙酷啊文人哪有人不抽煙啊啊 什麼什麼反正就有一堆 要抽煙就有一堆理由 好啦這兩人相識以後呢 然後就進而就相愛了 可是這男的要出國 女的呢家境窮困 然後這女的呢我曾經問過她 我說欸你有沒有考慮出國 她老是別開玩笑我家窮成這樣 我怎麼可能出國 我說也可以考工費啊 可以借錢啊 還有你可能會嫁有錢人啊 哇他就把我鄙夷的你知道嗎 你什麼老師啊我嫁有錢人 你看不起我啊 我這得靠有錢人發財啊 他沒講都是我自己想的 我以前都是我自己演你知道嗎 學生就很鄙夷這樣看著我這樣 老師為什麼要嫁有錢人 我是個獨立的女性 我幹嘛嫁有錢人 就那種非常女性主義的學生你知道嗎 我說好吧你自己不要就算了吧 欸後來兩個人戀愛然後告訴我 說老師我們現在在一起 然後我想好啊我可以繼續演下去啊 我說那怎麼行啊 台語叫喬煙喔這樣 喬煙非常難翻成國語跟其他外國語言 意思就是一個驚嘆的不知道怎麼辦 喬煙喔那這樣你們怎麼辦啊 你們兩個一個要出國一個不出國 這難了吧 你一演他也開始就老師不會啊 那個誰誰決定出國 我怎麼可能他要窮得要死啊 我把舊的劇本全部搬出來這樣 我記得很清楚啊 他家窮得要他怎麼可能出國啊 你別開玩笑啦 除非他嫁給有錢人 老師我們家可以提供他出國的錢 這不就嫁給有錢人了嗎 我不是就說對了嗎我 有錢不一定要是我們住地保那種有錢啊 懂嗎 有錢人很多種不同的樣子啊 反正總而言之啊長話短說啦 然後我說那你們兩個就先結婚吧 正在想老師你演得太快了吧 我說你結婚才能夠一起到美國去啊 各位知道這個這個 這個叫什麼配偶的問題 我們到美國去念書拿的是F1簽證 留學生簽證 那個你叫結婚了 你太太拿的是F2簽證 留學生的配偶的身份 美國人非常講人權的啊 念書哪有不帶太太去的啊 那你能念得成嗎 這跟我們在這兒不一樣啊 在這兒博士班哪有結婚宿生 你博士班你還結婚啊 功不成名不就好好念書 科舉未成 還談婚事 完全不同的心態 美國人呢就會這樣做啊 然後我那個時候呢 你結婚完婚你得半年後 配偶才能去美國 更早的時候是一年後 然後在他們那個時代呢 已經改成結完婚幾乎可以馬上出去 你今天結婚明天就可以 他有那個簽證 簽證辦好了明天就到美國去了 這還不是假結婚喔 所以有人會用假結婚 這不是他們兩個真心相愛 我說你就這樣做吧 不然的話你這女同學還在台灣 補托福補GRE 然後再搞一年 搞一年出了去出不去還不知道 我說你們就結婚吧 他說我們才認識兩個月 我說怎麼樣你想移情別戀啊 我說你心裡還有別人嗎 沒有那你呢 沒有我就當場考打呀對不對 我說沒有別人不結婚你們幹嘛呢 可以馬上出國啊 我說這太快了 我說哪快呢 你不想在一塊啊 你知道你能活幾歲啊 幸福日子就趕快享受啊 你也沒別的顧慮幹嘛就結婚呢 這障礙在哪裡呢 你爸媽反對啊 你爸媽反對啊 沒有好我就去提親了後來 後來就順利就結婚了 提親碰到他媽媽 男生的媽媽 說孫老師我要特別感謝你啊 我這兒子呢 當初我問他什麼時候要結婚 他告訴我41歲 我就愣在那兒 我想通常講35、40嘛 湊個整數你知道嗎 既然是隨便糊弄 怎麼41歲呢 我後來就把那個男的叫來 我說欸 你媽跟我說你跟他說 你41歲才要結婚 他說對啊 我說這怎麼算出來 老師這隨便糊弄我媽的 你也信 我說你為什麼不糊弄個40啊 45啊這個整數的 他老師那樣聽起來太不像了 糊弄人還要聽起來像的 他說老師你不覺得聽起來41歲很帥嗎 我怎麼聽都聽不懂 我就知道他糊弄他媽的 我說你為什麼要糊弄你媽媽呢 他說老師你不知道我媽多煩啊 從我大學畢業以後就一天到晚問我 你到底有沒有女朋友啊 你到底要不要結婚啊 你哎呀你這不結婚 我們什麼什麼家就會斷了後啦 你是長子啊你要注意這個事啊 你不能啊 年輕人不要一天到晚玩啊 跟幾個女孩子你要真心一點啊 就是他媽就每天nagging他 弄他煩得要死說 好我41歲結婚 就這樣來 我快聽了我就覺得好好很搞笑這樣啊 總而言之啊他最近才過了41歲這樣啊 爺爺有小孩了爺爺什麼的這樣 至少婚姻還OK工作也OK這樣啊 這就是一個活生生例子 你們在當大學生的時候 你們看你們自己好像沒什麼前途 啊我家怎麼樣我的環境怎麼樣 這大概不會改變啊我就是這樣 我就是一個爛命 你考上這個學校沒有爛命的問題 你要考上這個學校爛命的別的學校怎麼辦啊 啊你們很多人呢就很奇怪 進了這個學校我覺得完全不值得 因為你完全沒有這個學校應該有培養出 學生那種積極向上的那種精神 那種不怕未來是什麼 未來是我創造的那精神 這學校好多學生沒有 這學校都是大部分學生都是陰群苟且的 你想這麼多外籍生來 這麼多交換生來喬生來 都是因為這學校很好 你到底需要你去打聽一下 環境藝術啊 所以各位要慢慢學到不要像環境低頭 真的有些時候有些情況真的是 你想像不到 剛剛那個故事也不是他就靠著那 南方家裡就念書完了 他靠南方家裡先到美國 然後靠他自己的能力 我們老師也幫他介紹他翻譯的工作 介紹他其他的工作 也跟學術有關的 他就靠這樣 也有一點錢反而也省吃減用 就這樣拿到他的博士學位 靠著他自己的能力 所以有時候人家可以幫助你 譬如說借你出國的一筆錢 那你將來可以還給人家 人跟人和兄和兄 各位知道嗎 所以不要一定就是 這就是這這這這 我有志氣我不拿別人的錢 你拿別人的錢還人家 加利息還人家這都是對的 不要因為這個錢的問題斷了自己的後路 同學特別我要特別提醒 錢真的不是萬能 真的不是萬能 我看過太多的例子 還有一個學生講講學金的問題 也跟我說老師 我大概不可能到美國念書 因為我們家很窮 每次都這樣開場白 我說你們家很窮 可是你可能有很好的運氣啊 那什麼意思 我說你念台大了 這已經跟別人比起來 你已經是人中龍人中鳳了 我是不希望鼓勵同學太驕傲 但有時候鼓勵同學 讓你知道 你有的東西是別很多人沒有的 老師那我要不要生意出國 我說你的條件不錯 我看起來不是所有學生 我都鼓勵出國 我說你可以出國去看一下 我建議你出國 你有那個能力 好吧老師你這樣講 我就更有信心了 所以其實是有的嘛 就故意找我來給你知道嗎 多加幾句話的這樣子 好了後來出國生意學校 升級到哈佛大學 升級到其他三家學校 還有哈佛大學 他跑來問我 老師我升級到哈佛大學 可是他沒給我錢 那請問我是不是要去念 其他兩家學校 有一個學校給我一點點獎學金 我說不 你就是該去念哈佛 你借錢都得去念哈佛 他說我真的沒錢 我田會天上掉下來 我一急的講這個話 你看 後來都應驗了 所以我不當神明 可惜了 懂吧 他老師怎麼可能前天上掉下來 現在五月要去要出國八月就得走 這三個月錢怎麼可能天上掉下來 我也不敢講啦 自己不小心講 直接講說 這牛不要吹大 吹大難看啊 對不對 學生不理我就算了 這在江湖上留個惡名 說這家老吹牛 我就說誰知道呢 一個人有一個人的命 我就忽然間又講到這種奇怪的事情 最後呢 九月八月多他要出國了 打個電話給我要請我喝下午茶 老師我請你喝下午茶我要出國了 我不敢問去哪裡 我不敢問去哪裡 他也沒講 我們兩個在那邊喝了一個很奇怪的下午茶 他就想說孫老師到底要問 我猜 我想說他到底要不要講他到底要去哪裡 最後要分手了 我想大概不是去哈佛 不然怎麼會不講呢 這人憋得住嗎 憋得住可以當情報員啊 憋不住吧 我要去哈佛我哪憋得住啊 好 喝完下午茶要分手了 我要去坐捷運了 他說 對不起老師 這很重要的事情我沒說 他說 他老師我還去哈佛 我說你不是沒錢嗎 他老師錢從天上掉下來 我怎麼一回事 他老師我就聽著你的話 但是我真的沒錢 然後去借銀行也不能借那麼多錢 反正就這兒那兒這兒那兒 他就到處找錢 上網到處找 找到哈佛大學中華民國同學會 這個同學會呢 你有哈佛的入學許可 你可以跟他申請錢 你沒有哈佛大學入學許可 他不會理你的 他一看 有這個機會就去申請了 申請了居然就過了 還面試 一關一關面試 聽說都是有頭有臉的哈佛校友 他就好緊張 我說你現在已經跡身上流了 你不知道嗎 你跟那人是學弟學妹關係啊 學妹跟學長關係啊 就給他的錢 他就在哈佛念完兩年碩士 後來到別的學校去念 念博士去 這些學生跟你們都是一樣的啊 你不做 你不走那條路 那條路永遠不會出來 老師有時候可能是糊弄你的 老師有時候可能也是神明先下來告訴你的 You never know 懂嗎 好啦 好的故事結局是比較重要的啊 這都是不錯的結局 那當然那個表白或者開始 常常會有過去的經驗的影響 很不當的呢 就是說我們很多人 有些不信的感情的過去 那感情的過去 我們常常沒有好好去思考 為什麼會造成那個結果 我們很容易達到的一個結論就是 男人沒一個好東西 或者換成女人沒一個好東西 因為那個人拋棄了你就做出這種 非常誇張的結論 這對你有好處嗎 沒有好處 你完全不認識男人跟女人 然後你把所有的男人當成一樣 或所有的女人當成一樣 你下次在交往的時候 你不就是一樣嗎 你完全不知道自己過去在哪裡跌倒 你就不知道你在哪裡站起來 或者你就不站起來 或者你認為所有的女人都一樣 或所有的男人都一樣 所以這個人來你也不好好對他 因為你對他你付出真心換來絕情 那我先絕情 那這關係一定註定毀滅嘛 那個人很無辜嘛 那個人跟你開始 結果呢你想到是跟另外一個人的錯誤經驗 所以我說假如你把每一場戀愛看成初戀 特別是戀愛的單位不是一個個人 而是你跟那個人 你好好經營這段初戀 如果真的分手 好好了解原因在哪裡 那你將來都還有再站起來的可能 如果不是的話 你就一個失敗接著另外一個失敗 我自己個人在大學談的感情的事件 不管是我自己擔戀或什麼就都在這裡 全部疊在完全不知道哪裡的那裡 事後想想很多跟對方沒有任何關係 都是我自己沒好好想 或者我想歪了 沒人教我啊 沒人教我啊 就是告訴我 哎呀我告訴你啊 女人沒一個好東西啦 你放心啦 不要想這個事情啦 就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非常 是現在想起來是非常非常 不以為然的事情 如果當時有像我這樣的老師 我相信我辦的錯誤會少一點 我就大學生活會快樂一點 我會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有些人也許我跟他做朋友就好了 不需要進一步的到達那樣子的期待 那我自己失望就很大 那我們都不知道說 關係可以有那麼多樣性 那最後就是把關係弄到死路一條 好 另外一個部分呢是 你會考慮到它是否屬於社會上 所接納的一群人 或社會上所排除的一群人 我們現在大概社會上比較不接納的 像同性戀的問題 這個大概比較不接納 雙性戀會有一個隱藏 所以可能還好 那我們不接納的人可能是某些族群的人 我們每個國家或每個文化 會對於其他的民族或文化有看不起的 族群之間有些人會覺得這叫 ethnocentrism 覺得我們這個族群最優秀 那個族群別跟他來往 有的是累積的這個錯誤的印象 有些是來自於政治的操弄 像台灣在以前有省籍問題 就本省人跟外省人最好不要通婚 那有些本省人家庭呢 可能在二二八事變的時候 家人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所以碰到任何外省人呢 都會覺得他們是統治階級的一部分 我也碰到過這樣子的case 就兩人就相愛了 相愛了才知道一個本省一個外省人 家長呢是受害人 二二八事變的受害人就極度反對 那這對年輕人也非常勇敢的就結婚了 結婚以後也生了小孩 爸媽呢一直到小孩出生以後 才慢慢接納這件婚姻 可是當事人至少從頭到尾都沒有懷疑過 在我那時代 這個聽起來 你們這時代聽起來有點荒謬 這是 你要相信你的愛情 別人可以不相信 尤其你爸媽都可以不相信 那你一定要相信 你不相信的話 這愛情是沒有意義的 現在還是有人 偶爾會來跟我說 他自己喜歡上一個 他爸媽不可能接受的人 那不可能接受怎麼辦 我就說那你就排除你爸媽嘛 你相信的愛情 可是老師我怎麼知道我是對的 我說你不會知道啊 你不做你不會知道啊 但是你至少你現在相信你是對的 你理性的跟自己對話一下 發現你是對的 也許有一天你就讓你 說服你爸媽 或你爸媽有一天會了解 如果不會了解 你也無憾 只能這樣 所以有些爸媽聽我這樣演講 都覺得很生氣 就說你為什麼叫小孩不要聽我們的 我說因為你沒上課 他有上課 你上課你也可以聽我的 大家講理嘛 那上次我在生命教育那個演講完了 就幾些家長長輩了 發問跟來問我問題 事後有一個媽媽呢 就有一天就一直問 我的兒子在一個很好的公公單位 就工作在美國 他就是不交女朋友 你說我該怎麼辦 我說你別理他 他說我兒子耶 我說你別理他 我不理他他怎麼辦 我說你不理他他可能就結婚了 你千萬別跟他住在一塊 我現在跟他住在一塊 我只是回台灣來玩 我說那你就別回去 他就這樣很困擾的看著我 說老師你這樣沒有幫助我 我說我已經幫助你了 你沒有幫助你自己 我能講的就這些了 你才聽不懂我沒辦法 我現在等著哪一天 他兒子從美國寫信來感謝我 我媽不回來了 聽說就是因為你 太好了 唉 你這樣擔心有什麼用呢 徒增他的壓力嘛 好另外一個呢叫做社會齒標理論 Social meter theory 他這個說法是這樣的 說這個自尊呢 一大部分反映別人對自己的看法 別人對我們越多正向的反應 我們就覺得自尊越高 然後上課我課的人越多 我就覺得哎呀我上課真的上得好啊 點閱率越高就哎呀我真的上得好啊 如果上課上到後來都沒人 小貓兩三隻 那我當然會受影響啦 這個不需要實情啊 做個實驗就知道 以前有的一個簡單的實驗就是上課跟 實驗者跟學生串通好 一個很會講課的老師 叫學生呢三不五十就搖搖頭 千萬不要看老師就搖搖頭 搖到塊老師講不下去了你知道嗎 我今天到底怎麼你為什麼這樣 然後反過來實驗 然後不要找同一個老師 因為他已經知道這tricks 你就知道上課都這樣點頭 一直看老師然後面帶為教點頭 那老師越上越起勁 你就知道這就是自尊的問題啊 我們當老師 所以有些老師很厲害 選擇不跟學生有eye contact 我那時代老師充滿這種老師 我們的英文老師上課看那個 左前方的屋角 這首英文詩哈 Daffodils Daffodils 學生來多少他完全不管 這樣子沒有傷害你知道嗎 也無風雨也無情 太厲害了這種代數 另外那個老師我也描寫過 他就站在那邊看窗外 看各位同學的眼神 這是很大的挑戰啊 你們要是有一個眼神是那種不贊成 要是眼神不看我們就 我上課真的那麼沒吸引力嗎 是我們這些老師自尊其實是很低的 我們那些老師其實自尊很高的 這樣可以嗎 好一個人自尊就對別人對你的看法 所以我們談戀愛這種看法 就每天在修重自己 每天在看對方的眼神 每天在那邊想對方對我們是什麼評價 哎呦他今天好像不高興 你為什麼眉頭伸鎖 像我看我自己的那個影片 我就發現我常常眉頭伸鎖 這事情已經不止一次 我的美國老師就告訴我 Mr. Sun Do you have any questions? No 他覺得那你為什麼要揍眉頭 我不知道啊 我覺得這樣看起來比較有深度吧 我太太說你不覺得你自己每天在揍眉頭 我真的不覺得 然後看了你以後才覺得 哇真的在每天在揍眉頭 可是已經習慣了你知道嗎 我覺得這樣比較深刻啊 對不對 那我每天要這樣嗎 那我可以競爭彌勒佛 對另外一個神明的位置 這樣我我到另外一個世界很忙啊 還有三個工作要去競爭 尤其吃那麼胖再吃胖一點 然後不要穿上衣 我基本上就是彌勒佛 好接下來另外一方面啊 就是反映了別人的自己看法以後呢 每個人的心中都有一個社會指標 衡量自己被接受或拒絕的可能性 大家都有一把尺 你會覺得我跟對方配得上還是配不上 其實你就從從小到大你都學到 或者你從那個大眾媒體裡面告嘴 對方的接受就會增強你的自尊 這很正常的想法 因此呢就會強調摺偶的想望 對方對你一笑一告白他不告訴你 也不講わかりました 然後他就對你一笑 你就有希望嗎 雖然沒說好 但這希望對不對 至少有50%嘛對不對 唉呦這本來就50%嘛對不對 你這算什麼呢 紙骰這些 這丟銅板也是50%嘛 別讓自己高興 所以呢對自己的偶伴 伴偶價值感較高的人 會在折偶的時候比較高的標準 你可能年輕的時候希望你的伴侶 是一個什麼樣標準的人 特別是女孩子在以前 現在怎麼樣我不知道 有些女孩子呢 叫他練折偶標準 第一個講身高 我就碰到一個完全不可理解的 一個同學的那個想法 我一定要講給你聽 如果你完全不能理解 你跟我在同一條線上 他說老師我現在很困擾 我有兩個男朋友 我不知道該跟誰交往比較好 我認識兩個男 應該這樣講不是兩個男朋友 我說那你有什麼 原來有什麼標準嗎 他說有啊 我希望長的那個男的要達到 我忘掉具體的數字 我現在只是講一下 譬如說要186這樣 然後我說為什麼呢 他說 講到某一個運動員是這個身高這樣 不是姚明 姚明的話他就不必 到中國大度才可能找得到 台灣好像很少這樣 他說我一定要男朋友要這個標準 那我說那很簡單嗎 這兩個男的誰是那個標準啊 他說沒有人是那個標準 我說那就不要在一塊兒 你等第三個第四個嘛 反正你講的第一個條件 甚至唯一個條件就是他的身高 那你就等那個標準 他說不行啊 我說那就找 接近那個標準那個人嘛 對不對 我說那個人多高 那個179 我說差7公分嘛 這算什麼呢 對不對 我說另外一個 他說因為男的才175 這算什麼差別呢 好啦我說那你就跟179在一起吧 他說老師不行啊 可是我比較喜歡那175的啊 我那你就跟175在一起啊 可是他不夠高啊 老師我該怎麼辦 你現在跟我一樣困惑的人你是對的 我就不知道我怎麼辦 我就想說 欸你可以回家睡一覺 我已經不知道可以怎麼樣幫你 你都有這個困擾 我的困擾更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所以這跟這個有關 自己的伴偶 自己的伴偶的價值感 覺得較高的人 折偶的時候比較高的標準 他就一定要那個標準 好像別人什麼樣 然後自己又知道自己比較喜歡那個 但是呢 因為當初那個標準已經定了 好像自己就不能改 那不就自己定的標準嗎 你就放棄自己在愚昧的時候定的標準嗎 接受新的標準不行啊不行啊 對方的拒絕當然會削弱你的至尊 對方覺得你不好 你也會覺得自己真的不是一個好人 沒那麼好的那個啊 可是呢 不會因此降低隊友的嚮往 在交友的狀況就沒這個影響 交朋友你的要求會比較少 他對你影響相對於比較少 你不喜歡 你喜歡他他不喜歡你OK的 但是要這個就不行 那另外呢 有一對學者做了一個所謂的配對實驗 這個我看有人在玩遊戲的時候 就有類似的做法 那怎麼配對實驗呢 然後你就可以看出來 大家在透過遊戲看出來大家的想法 那每個參與者 額頭上的隨機貼一個 他看不到一個數字 撲克牌的一個號碼 或是一個數字 這個數字當然是由 那個實驗者先弄好的 然後數字代表了參與者虛擬配偶值 這當然不是你真的 他發給你一個配偶值 你比如16 或者多少這樣 看他怎麼弄 然後呢 要求參加人盡量找到最高的 你可以看到別人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他的虛擬配偶值是多高的 你當然希望找越高越好 那其他人除了你以外 你都看得到其他人的配偶值 你當然會找最高的那個 對不對 因為這遊戲就要求你找最高的 然後呢 這個 那個 要求交往被要求的人呢 是可以接受或拒絕的 因為你看不到別人的對不對 那人家看到你的啊 那你今天去跟一個高 就配偶值的人去交往 那他可以看你 你才三分 我跟你三分人在一塊幹嘛呢 了嗎 可是你不知道你自己三分啊 所以呢 如果被接受 這兩人就會成為一對 被拒絕就繼續找 找到為止 最後參與者 猜你大概你自己的虛擬配偶值是多少 如果你成了 那你的配偶值跟對方是差不多的嘛 有嗎 這大方說就是龍生龍鳳生鳳啊 老鼠就是找到會打洞的人 他就這個遊戲來模擬 大概人常生活裡面 我們是不是其實都找 跟我們在某地方差不多的人 這個是簡單的這個 因為有一年呢 我們要做一個 大家都要做一個作業 就是要去辦一個保證成功的聯姻 這保證成功只是一個招牌 都沒成功 但是這是一個努力方向 他們有人就嘗試做這個 但好像也沒做成這樣 所以這個到底真實狀況會怎樣 所以我就把這列出來 找到一個這種遊戲 你可以看看 可以將來進一步怎麼發展 讓人跟人之間可以怎麼樣的 了解到 藉著這個遊戲 了解到一些我們的迷思 好像我們都要找比較好的人 忘掉我們自己的條件 那如果大家都要找比較好的人 你大概找到的就是差不多條件 好 那先天上 有在折手上 有人會從八字來看 這比較古代的人 現代人大比較少 星座上面 雪形上面 這是你們這個 可能比較熟悉後面的樣子 個性上 就一直有說相似說相互說 這個都有 都有 那只是比例多寡的問題 那這個也不是 不是絕對的標準 外貌上 身高幾乎是女生的條件 男生很少人在乎女生的身高 男生只要在乎女生 不要比自己高 通常是這樣 所以呢 高個子女生呢 跟那個自己的男朋友不太高的 就通常都穿平底鞋 像林志玲很高 他跟顏身序在一起 大概就穿平底鞋 因為顏身序也算很高 那萬一那個高個子女生 跟矮個子男生 我們在社會上都會覺得 這個對於是有差距 但是也有人就這樣結婚的啊 我也認識有這樣的人啊 丈夫比較矮 太太比較高 so what 人家願意結婚 跟身高有什麼關係 第二個是五官 我們通常說要長得正 可是呢 有的人說要 最後的條件說要看得順眼 順眼是非常主觀的一件事情 什麼叫看得順眼 你看久了什麼人都馬順眼 你看久了什麼都馬順眼 這是一個很自然的 一個人際關係的現象 不管那個 有的人臉上有顆痣 你第一次見他面 你就看他臉上有顆痣 你跟他交往二十年 你就忘掉他臉上有顆痣 你那個臉上有顆痣的朋友 誰啊 那個誰啊 他有臉上有顆痣 就忘掉了 最誇張的是我自己碰的 我覺得這跟這個例子 不是有關係 有的人說 好久不見了碰到我 你最近變了 我想完了 一定要說我變胖 我就覺得 好吧準備受死這樣 我現在一直看不出來 但我想一下哪裡不一樣 好吧 這被淋遲你知道嗎 就站在那邊準備死啊這樣 他說你留鬍子了 我想 掰也掰個樣子好不好 留鬍子 我認識你之前我就留鬍子 在早先 我還只留這樣 只有這上面的 這叫虛 是字 後來才留這樣 後來才留這樣 那還說我留鬍子了 還好啦 至少不是說我胖 說我胖也是實情 我幹嘛那麼難過 對不對 我們要面對現實 好了 胖瘦的瘦你看 就故意打錯吧 你看看這個人 心裡在想什麼呢 這只是錯的啊 那有人要求生理上 特別男生要求女生是處女 女生很少要求男生是處男 這是一個非常不對稱的關係 那也因為男生要求女生是處女 所以呢社會上 就有那種修補處女魔的這種 醫學上的這種做法 然後也可以收錢 那我就不知道這個處女 為什麼大家有這種處女情節 最誇張最誇張最誇張的故事 發生在我剛回台灣不久 那時候我們還在 現在你們叫做社科院的地方上課 在徐州路 有一天呢 我就聽到幾個老師 一個那地方 校區非常的小 誰都嘛認識誰 不像現在校區那麼大 誰都嘛不認識誰 就聽到那個 那時候還叫訓導分處 就現在的學務處的前身 就去看訓導分處 有人在那邊切切絲絲語 說哎呀不得了不得了 憔憬了這樣子 就類似這樣 我就主動翻成憔憬 我非常喜歡台語憔憬 這兩個字這樣 也完全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是那個場景就是 大家忙進忙出面子 憔憬了這樣 憔憬了這樣 發生什麼事 他說嫖客打電話來告啊這樣 那這就更精采了 你看每個話講的 都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什麼叫嫖客打電話來告 某某戲啊 有一個女生啊 大山女生啊 聽說在外面開應召站 高級應召站 然後號稱她旗下 全部是處女啊 結果有個嫖客呢 嫖了以後發現上當啊 所以打電話來學校告啊 那我們學校該怎麼處理啊 我心中有 憔憬了 怎麼會有這種故事呢 這怎麼會有這種故事呢 然後大家馬上就一群無聊男人 無聊男人在那邊聊天 她是不是家境窮困啊 說沒有啊 她家很有錢啊 這女生家 那很有錢為什麼要開應召站呢 然後有的老師更無聊 你女的長得怎麼樣啊 就無聊到這種地步吧 然後那時候沒有姓平會啊 所以說那怎麼辦啊 她說不知道啊 她應該跟消機會去報啊 因為這是消費行為啊 那這怎麼算呢 說我們已經給那個系主任打電話 叫那個系主任處理這個事情 那系主任聽說後來處理 就是讓那女生開除這樣 然後就反正還要很搞笑的 就說老師就問說 那嫖處你的門檻是多高啊 多少錢啊 奇怪你想嫖嗎 問得那麼清楚幹嘛 反正就一堆非常無聊老師在聊 非常無聊的事情 就這麼一個故事這樣 那故事結尾 就是那女生聽說被開除了 然後開除原因是因為嫖客來告 告她嫖的不是真的處女 那報紙上有寫 她就用了一些 教她旗下的女子用一些技巧 在這個性行為之後 有所謂的落宏 那有些人就用落宏來判斷 她嫖的是不是處女 但碰到一個董眼的行家 然後這事情就被揭穿了 沒被揭穿了她已經在這個行業 這件事情已經賺了很多錢 所以 這是我剛回來教書的愉快的回憶之一 愉快不是因為這件事情 而是整個事情 還看大家處理事情的方式 還有這個故事的這種消息 怎麼會有大學女生開應召戰 這真的是荒謬劇裡面才會有的劇情 竟然在我現實中發生 就更不得不讓我想 其實我是有一個騙子的男主角 我現在到現在都不知道 像楚門一樣你知道嗎 好啦 不然怎麼會那麼多奇怪事情發在我身上呢 然後我都還記得 情感上啦 大部分人都覺得戀愛跟婚姻有個次序 但這是近代人的想法 古代人沒有的 你看那種古代電影 這古代當然看什麼時代了 我們是籠統的說法 那個在結婚當天才掀起蓋頭 看到自己娶的是誰啊 所以古人就有那種畫掉包的故事啦 什麼的故事都有 就是因為這種這種這種的這種結婚的方式 不用先看到對方的 那現在當然不太可能啦 你結婚還會到時候走錯洞房 這基本上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走錯婚禮的這個酒席場合這是有的 我父親生前就走錯酒席場合 因為台灣有酒席的好日子 第一個台灣人有好日子的概念 所以好日子呢就會搶飯店 因為飯店有限要結婚的人無限懂嗎 以有限所以無限代理就這個意思 然後呢常常那個一個餐廳 樓上樓下或同一樓呢 就兩府不同的喜宴 你得看清楚哪一府喜宴 我父親那天出門就忘了帶喜帖 然後就去了那個餐廳 那到那個餐廳剛好有兩府喜宴 有一個人就看到我爸說老孫你也來了 哎呀呀呀呀這就是我爸就 當然就以為沒事啊對不對認識的人嘛 就就去吃吃了半天一看 不對啊不是這一家呀 我就問說爸那你後來怎麼處理 我就去回就到那個收禮的地方跟他說 對不起啊我吃錯了 我吃的是隔壁家那錢退給我 我說爸你真的叫錢退我 他說對啊不然我怎麼到那家去 他就那小姐很客氣就把錢退給我爸 我爸就到隔壁再吃一次 那之後是真怕要去的 那這些都是剛好認識的 我爸就說好丟臉啊 後來又補了一個禮這樣 是有可能啊 假如你們結婚再選在同一個餐廳 然後我去了有個同學先說 老師你也來 我不是就被你帶進去了嗎 那做師長席 然後我怎麼知道 有時候你們的名字我也不太記得 我不就在那邊吃嗎 我爸還中途發現 我還不發現吃完了 然後第二天收到E-mail說 老師你怎麼沒參加我婚禮 我去啦對不對 我還跟你合照啊 然後給他一看就穿幫了嘛 這也是荒謬劇的好題材 那這都告訴你說 因為婚禮啊很難搶到那個場地了啊 那經濟上呢 大部分人會覺得有經濟基礎啦 就是一般人所說的麵包跟愛情什麼比較重要 那回答這種麵包跟愛情什麼重要 有時候你得設前提 如果你沒有麵包的時候 而且麵包真的是維繫你生存的時候 那麵包當然很重要 你餓了幾天幾夜 愛情相對於就不重要 麵包真的很重要 那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有了麵包 那愛情就比較重要 麵包就不重要啦 這叫做邊際效用遞減不是嗎 那我們所以我們要假定 如果都有的話 哪個比較重要 或都沒有的話哪個比較重要 因為這個答案很簡單 應該是都重要 但是呢 如果我們來考慮一個極端情況 什麼東西賺可以賺得到 什麼東西賺賺不到 那愛情就會勝出啊 你如果真的缺錢 你願意去打工 真的有機會賺錢 你甚至要做八大行業 人家不允許呢 那你都可以賺到錢 如果真的只會賺錢 不擇手段 你錢是可以找到賺得到的 愛情呢 你不擇手段 頂多你可以搞到一夜情啊 你可以強暴人家 這都不對的 但是你得不到愛情啊 你得不到愛情啊 人家不愛你 不會因為你有錢 他就愛你 他愛你 他不會因為你沒錢 他不愛你 這就是愛情奇怪的力量 也是某種程度公平的力量 你讓那些窮苦的人 在這社會上有個盼望 說我不會因為我的窮苦 就不會 這世上就不會有人不愛我 那這也是有錢人 有時候的很大煩惱 為什麼我那麼有錢 我就買不到他的心 OxyMoron 你要買 你要心就不能用買的 你只要腦袋裡面 因為有錢 所想的一切都是經濟行為 都是成本效益 那這就不是愛情了 這是一場買賣 愛情的特質剛剛好 就不是這種東西 所以這是愛情 可能是創造者上帝 或什麼樣的人 給我們的一個 給我們窮苦的人一個 一切希望 或者有他存在的證明 那另外有人就姓氏了 同姓不婚 那有的 像我今天中午才聽到 他從小他媽媽就告他 我們家姓什麼的 千萬不能跟姓什麼的結婚 為什麼 台灣三百年來開發地上 有分類瀉鬥啊 有那種祖先姓下來籌換 我們不能跟他結婚的 各位去 迪化街的那個 霞海城隍廟 我有叫你們去看一個 特別的一個牌位 如果你有仔細看 而且你擠得進去看的話 那廟真的很小對不對 各位要是同一天去 那不是全部都我們班的人在裡面嗎 那有一個杯就告訴你 我們大道城的人 有一天去跟 芒嘎的人 就是你要去的另外一家廟 謝豆 死的這些人 死了十幾二十個人 名字全部在上面 原意呢是告訴你 我們在大道城人 到死都不能跟那個 那個芒嘎那人來往 那人死仇死敵 現在誰去看那個 可是那杯還在啊 那牌位還在啊 就變成一個歷史成績 表示我們已經超越了那種仇恨了 也沒人把他拿掉對不對 因為除了我的學生 還有別的老師的學生 不會有人去看那個東西 誰去看那個東西 要不然去拜廖天金 拜虎爺 要不然去拜月老 拜完就算了 趕快走人 那就是一個痕跡 那這個到現在為止 還是有些家族會說 我們不能跟那個姓的人來往 那個姓是我們家仇人 我們祖先的仇人 那這個已經很少很少的 那這是姓氏方式 籍貫方面剛剛有講 國籍方面 有些人不准嫁外國人了 可是啊 如果你到了外國去 你不嫁外國人 要小孩自己跟華人結婚 那可能性也越來越低 而且第二代的第三代的人 到底算不算華人 都是個問題 我在美國有一年去進修 碰到一個第四代日本人 他連日文都不會 就是有一個日本的last name 他就有時候有點困擾 因為大家還認為他是日本人 他說我是美國人 而且是美國人已經四代了 美國號稱世界先進國家 我們還是得講一下 在二次大戰的時候呢 日本的日裔美人 因為他們是日本人 美國在跟日本打仗 所以日裔美人呢 就被美國人關在集中營裡面 只是他集中營沒有德國那麼慘 可是他們還是被關了 這個故事呢 被安靠了三十幾年 美國這種民主國家 也有這種事 我們以前都不知道 後來有人就寫了書 然後把那影片 把那個訪談當事人 那些人跟日本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是祖先的名字 是日本人 last name是日本人 就被認為有可能通敵 在民主的國家碰到戰爭的時候 都有這種非常不理性的行為 那日本人 日裔美人非常的溫訊 只要求一點賠償 那後來美國就 國家好像有道歉這件事情 就這樣子算了了 那日本人 加州的日本人在二次大戰期間 行為受到很大的限制 這是美國的偉大地方是他會道歉 德國偉大地方也會他道歉 有些國家不會道歉 好剛剛講的是國籍而正的立場 那像台灣藍綠分店的時候 或者選舉的時候 就特別會對於你支持的對象不一樣 也會有這個不來往的現象 那宗教正是 有些同學交朋友 特別要提出來說 我們家吃素 所以我交朋友一定要吃素 或者我一定要選一個宗教 因為吃素還不一定姓教 所以有些人會從宗教的立場來看 有些宗教特別強調 你一定要教教內人 但是呢別忘了 所有的東西都有例外 以前這個我有朋友是這個 胡適基督徒 他要娶一個天主教的女孩子 娶天主教女孩子呢 他得去跟神父上課 各位有看的電影也有的 叫什麼什麼 誰演的 那是誰演的 那一種忘掉的名字 就是要上課的 要上課的 我的朋友呢就去上課了 上完課了呢也順利的娶到了美高娘 我結婚後 他一天都不去教 我說那你太太 那我太太就每天替我禱告 希望上帝拯救我的靈魂 你連上帝都敢騙 你這個也太狠了嘛這樣 反正上帝一定了解他 所以的話上帝會被騙 你想上帝一定有更大的一開始圈套在後面 等著他我覺得 哈哈哈哈 另外就興趣啦 大家因為相同興趣 不過這都只是開始 各位別忘了 這東西有的時候 你還是 你跟人家分手的時候 你跟他還是有同樣的興趣 你跟他還是有同樣的宗教 你跟他還是有同樣的政治信念 但是你兩人都是分手 不要以為這個同樣的東西 可以讓你保持很久 這不是保障 這只是一個入門的門檻 門檻以後你在裡面會怎麼樣不知道 另外呢這個人格心理學方面 心理學裡面的一支叫Personality Pernabry最近呢就已經開始所謂的Big Five Big Five不是電腦的那個碼 叫Big Five 這是講人格上面 那這個翻譯略有不同 我在上網的時候看到有些人翻譯不同 我為了都把它變成三個字 所以變成這樣 可是他還是看到你的人格的開放性 Openness to experience 你是不是接受新經驗的 大部分都覺得年輕人比較接受新的經驗 年老人比較不會 但是同樣在年輕人中間 有些人格是比較願意去嘗試新的事物 有些人就會默守成規 像那種出去打工的 到澳洲或到哪裡去打工度假 或度假打工這種人 大概年輕人多 老人就比較少 老人呢 中間又比較open to experience 就是那種不老騎士 一天到晚不安於事的 要出去玩的那些老先生 騎著摩托車 出去玩 現在拍成電影很紅 聽說三天破票房紀錄 叫不老騎士 我這輩子最難想像的就是 到時候騎著摩托車全島去亂逛 我是絕對不可能說 I'm the last person 就這樣 我頂多就待在家裡 一直看書看電視 然後一直在那邊亂笑這樣 然後對自己的奇想覺得 哇真是偉大的想法呀這樣 那是我 我絕對不會在那裡 openness to experience 所以有時候你拿年紀來對比 年輕人有勝出之處 有時候你拿童年來對比 那就看出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 所以這不是一個絕對的 有跟無的問題 當然有開放性的人 他在交友的情況就會更廣泛 比如說有人可以接受外國人 有人不能接受外國人 有人可以接受各種外國人 有人只能接受上國的外國人 什麼是上國外國人 像我們的東方國家覺得 歐美國家是上國 所以你跟歐美國家結婚OK的啦 這叫高攀婚 你跟在經濟社會條件上 比你好的人結婚 這有一個名字 英文也有這樣的說法 我們中文簡稱叫高攀婚 可是高攀有一點不太好的意涵 那原文沒有 那另外一個叫下嫁婚 你跟條件比較差的人結婚 下國 那每個文化都有覺得是下國 像我們覺得 來我們這邊做這個幫庸的那些國家的人 我們就認為人家是下國 你想你今天結婚 跟一個歐美人結婚 大家覺得哇 真的是你家不得了啊 出這樣的人 你跟那種來幫庸的人 國家的人結婚 你怎麼跟那種人結婚呢 好 另外負責任性 這個 conscientiousness 一個人是不是負責的人 你看他拿了飲料以後 喝完飲料以後 這怎麼處理你就知道啦 有人喝完飲料以後 隨便桌上一擺人就走了啊 所以教室常常會有飲料的那個啊 有人連自己很好的杯子 那邊花幾百塊買的杯子 也就這樣就走了啊 鉛筆更是啊 以前我在美國竹筆板打工 天啊我不用買鉛筆啊 第一個美國到處都有鉛筆 不用買是一個 第二個我每天給剪刀 不知道多少鉛筆啊 那種很好的自動筆 我一猜日本人用的 因為當時的其他東亞人 沒有人用那麼好的自動鉛筆 那個大概是日本人留下來 你看他都不珍惜啊 我們這種非常愛物的人 我還碰到一個大陸同學更厲害 他如何珍惜呢 他連鉛筆用到那麼短 他都做了一個什麼套子 讓你用手拿著 他還可以用那個筆 我1980代碰到大陸裡面 有高幹子弟出來的 有弄美國有親戚 然後出來苦學出身的 什麼樣的大陸人都有啊 這個越平民的人越可愛啊 越高幹子弟的人就越不可愛啊 這個是某種程度的定律 負責任性也是一個人格 負責任性的人呢 比較讓大家有安全感 你事情交給他辦 放心他會辦得很好啊 那當然負責任性 這個會有程度上的差別 第三個呢 叫做積極性 extroversion 這跟那個內向外向有一點點類似 但是不是那樣的字 這個人做事是不是很積極 對事情看法是不是很積極啊 另外親和性 是不是很好相處 有人呢就很好相處 好你這到一個新團體 你我們大概眼睛一看 大概就看出來誰是很好相處的人 誰是那種哎呦你不要惹他啊 他不知道今天誰犯了他那樣 像我就是看起來不好相處的人 可是我真的非常好相處 我在很多團體裡面 我真的少數會去到處打聽 會去問人 哎呀請問啊 你跟我們這個團體什麼樣關係啊 我會主動介紹 然後我就認識很多人 知道很多故事 那我也不是有特別常才啊 我就是會去問啊 你問人家大部分人就會講啊 馬太福音說的啊 找就會找到啊 對不對 這不是就這樣子嗎 那親和性 親和性人比較容易交朋友 當然親和性的人 有時候會被誤會 所以你跟大家都一樣好 你好像沒有對誰特別好 這親和性 情緒性通常是比較負面 一碰到什麼事情就很容易生氣 就很不滿 公主病大概就這樣 那公主病大概親和性會比較差啦 積極性比較差 負責任性開放性比較差 唯一勝出的是情緒性 所以有人用這五大人格來看 什麼樣的人格的人比較容易被人講 那一樣啦你開放性的人 你跟不開放性的人來往 這不是也是 這互補成嗎 我就不知道了 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你覺得很奇怪 明明那個男的或那女的不錯 為什麼跟一個有公主病 或王子病人在一起 他是幹嘛 他受虐嗎他 有時候我們會大禍不解 那有時候呢 真的就跟S跟M一樣 你知道嗎 有人就是虐待狂 有人就是被虐狂 兩人在一塊兒 真的剛好一對 你就別看 你不是就跟你無關 你看了你就大禍不解 為什麼有人會那樣 懂嗎 你大禍不解的地方 就剛剛好是 你不應該用那種方向去想的地方 你要找能解的地方去想 那當然還有兩人 兩人就未來的評估啦 我剛剛已經舉了很多例子 就是當你沒有共同的方向的時候 你就覺得在一起是沒有任何必要 但是共同方向有沒有 不是一個命定的東西 是兩個人願不願意去奮鬥 去追求的東西 你追求還不一定追求的到喔 可是你不追求一定沒有 這是簡單的道理 你追求還不一定追求的到 但不追求一定沒有 所以你們要就是這樣放著 就對未來沒有沒有這個期盼 然後又被這個現代的那個媒體嚇到說 你們這一代人啊會很慘啊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你果然就沒期盼 那最後來果然很慘 這就叫自我應驗的預言啊 因為那個做你的作為或你的不作為造成了某些預言的成功 不是因為預言本身會成功 因為你沒有作為 好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你在交往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會碰到一個家庭的因素 這在集體文化的國家裡面特別容易 像東方國家裡面 當然這個已經慢慢示威了啦 這個羅密歐朱利叶效應就是這樣的意思 羅密歐朱利叶效應就是美國學者發現 因為我們的台灣大概就叫做 或者華人文化就叫做梁山坡朱英臺效應 因為故事是差不多的 羅密歐朱利叶效應就是說 羅密歐朱利叶效應就是說 羅密歐朱利叶在一起 為什麼會戀愛那麼堅真呢 很簡單啊因為家庭反對啊 你家庭越反對他越堅真啊 所以你不反對他可能就不會在一塊了 我常常跟這個家長講這話 家長就不相信 我說你想嘛 他本來兩個人之間不會沒有問題的嘛 人跟人在一起哪有不出問題呢 牙齒都會咬到舌頭 沒有不出問題的啊 但是呢因為你的出現 讓他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對付你們身上 就忘掉了去解決兩個人中間的問題 所以他們兩個會很合作啊 你知道嗎這以前叫做統戰叫做 聯合次要敵人打倒主要敵人 次要敵人就是你的伴侶 主要敵人就是你爸媽 這講法當然現在聽起來有點荒謬了 但是老師是那個時代教育出來的 所以不知道什麼更好的話可以講 所以如果你爸媽不參與 他不介入這兩個年輕人的事情 他們年輕人出了問題 他的精力就可以用來解決他們之間的問題 了解他們差異是可以超越還是不可以超越 你就不會花時間去面對父母親 然後最後兩個人出了問題 他竟然就沒看到 然後這個年輕人很多人呢 就對愛情有些錯誤的想法 認為既然產生愛就應該轟轟烈烈 應該有那種那種那種 六種愛情的中間一種 那就很容易的譬如說 哎呀我在澳洲有一個網友 就跑去見網友了 希望天涯海角都要跟你在一起 這樣情歌的吹波助瀾 情歌對大部分人聽來沒什麼大大用處 情歌對那種談戀愛的人 跟對失戀人是特別有效的 你就覺得那每一個歌詞都寫進你的心坎裡 這厲害就厲害的 情歌的力量就在這裡 以前沒有歌就是寫詩 詩經也是 古人唸詩經會有感受 我們現在唸詩經不太有感受 我們現在聽 你們現在聽這個時代的歌 每個時代都有那種歌曲 哇 字字扣即心弦 我們現在老人家聽你們這時代的歌 這是唱什麼嗎 這能唱嗎 還有些有在唱嗎 那種唱不清的 牛仔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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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很忙 所以這個家庭教育的影響 我常常希望那個家長能夠注意到 你家庭教育對你小孩有影響的 你小孩不是那種完全沒有判斷力的人 他不會就傻傻的跟人家跑了 人家把你賣了還幫人家算錢 這一般人說法 我覺得你要相信你的小孩 大部分家長沒有學會相信自己的小孩 可是你難道不覺得你的教育是成功的嗎 在以前 不 就是失敗的 成功的話 他就會要找 去找那種我喜歡的那種人 結婚 好吧 那家庭教育失敗 你現在來做這種阻止的補救有用嗎 我不能讓他重蹈覆測 我不能讓他怎麼樣 因為我是他媽 我是他爸 爸通常管的少 媽通常管的多 也因為那個媽媽跟小孩的期待的關係 所以家長介入的造成的影響 這叫羅密歐朱莉葉效應 有些小孩比較剛烈的 個性比較剛烈 或者沒有看到未來的出路 有人就會去殉情這樣 現在這種故事稍微比較少 因為自由戀愛的事 也變成是一個風氣 但是很不幸的 偶爾你看新聞 還是有年輕男女燒炭自殺 然後希望在來世 能夠讓大家接受到大家的祝福 不管因為什麼原因 那少數是一個人跳樓自殺的 這都是讓家人很難過的 但很多家人呢 可能要在事後才學到教訓 所以有時候 你都不知道要來說什麼 你也不能說 我早就告訴你了吧 這太狠了嘛 對不對 所以碰到這種事情 我們只能哀驚而勿喜啊 我真的猜對了 對我有什麼好處呢 我又不是預言家 我也沒想當預言家 我只覺得可不可以讓有個 讓我所學到的東西 讓大家的生活更好 有沒有這個機會 另外呢 當然就昏了頭了 昏了頭 昏了頭這有時候是氣化 有時候是適合回想 真的是這樣 尤其年少清狂 所做的一些決定 但這都要有未來 你才會有機會講這話 你沒有未來 你就沒有機會講這話 所以這個昏了頭 也是經常碰到 另外一個呢 就是說你要創造外在刺激 這個在心理學裡面 非常有名的一個實驗 這實驗其實有很大的缺點 但是呢 我們今天不是來批評這實驗 我們只好告訴你 在1974年 加拿大的心理學家 又做了一個實驗 他們發現呢 那個有一個風景區 很多人去 然後有風景區有石橋 很穩的橋 跟有個吊橋 他們在研究走吊橋的人 跟走石橋的人 會不會在走完以後呢 對於情感上有些變化 情緒上有 這是非常清楚 走吊橋的人會比較緊張 他們想緊張的心情 會不會讓他造成後來的這種 談戀愛的結果 或者這樣的感覺 他們就在 就找了一些人做實驗 找一個 大概一般人公認 面貌較好的一個研究生 女生 在橋的那邊 你走完橋以後 他去訪問你 訪問你以後 他會告訴你說 請問如果 你對這個研究結果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打電話給我 這是我的電話 就發現走吊橋的人 然後碰到那個女生 訪問以後 適合打電話給他的人 比較多 如果一個面貌平庸 或者男生在那邊做訪問 適合要打電話給他的人 幾乎少到沒有這樣 那做完實驗就算了 走吊橋 那走那個平的橋 一般的石頭橋 沒有任何影響 所以他們的結論是說 如果你製造一個 能讓你心跳 或者身體變化 有極具變化的環境 你很容易在那個變化以後 碰到第一個人 會再產生好感 因為你身體變化的關係 那照同理的話 你就帶女朋友 或喜歡的人去做大怒神嘛 對不對 唯一的擔心是你不敢上去 然後那個女的 就跟趕上去那個人在一起 萬一 我們都假定女人很膽小 那假定 就假定是成立的OK啦 對不對 你膽大她膽小OK啦 我們那時代就是要 帶喜歡的女生去看恐怖電影 這樣你就一定有機會碰到她的手 他就會抱著你對不對 然後你就忽然間產生一個 虛擬的那種幸福的感覺這樣 雖然看的是恐怖片 你知道嗎 這是男人的那時代的陰謀 這時代大概就有太多其他的陰謀可以做這樣 可是你要把那種 他在恐懼之下對你的這種行為 當成愛情的話 你不是自欺欺人嗎 他一旦沒有那種感覺以後 他會跟你聯絡嗎 不會吧 不會吧 除非你真的是很帥 他故意借機這樣 那要借的機不一定需要大怒神 或者參加看這恐怖電影就可以啊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這種實驗是非常 有問題的 但是很多人呢就會建議你 所以你假如有喜歡的女孩子 你帶她幹嘛呢 不要從事室內的活動 室內活動就看那種刺激電影 或者你就帶她去郊遊 帶她到稍微有點危險的地方 去溯息幹什麼 你就有機會牽著她的手 然後呢 因為她的那個情緒緊張什麼的 他就會對你依賴會比較多 不要忘了前提是 你不會到時候造成人家看出你的破綻 就你是一個chicken這樣 那時候不要走啊 我還沒那個呢 你怎麼走那麼快啊 那邊很危險啊 你不要到時候自己變成這種人 那我們這個當然這跟所謂的 一般人期待的男子氣概有關係 你會覺得女人應該比較弱 結果女人反而比較強 那你比較弱 這也是一個辦法對不對 也沒看過河東獅吼嗎對不對 那就太太比較強 她先生比較弱啊 所以這個吊銷實驗呢 就非常的有名 就這樣來 可是也因為這樣 這條路還是有人走 他們覺得可以發展一種藥物 上次應該已經說過 這種藥物然後引發 又發你身體的某些東西的分泌 然後造成你有談戀愛的感覺 現在已經有百優解這種藥物 可以治療某種程度的這個憂鬱症 那這個藥物如果一旦發明 絕對是繼威爾綱之後的一個重要的藥物 問題來了 到時候你需不需要真的談戀愛 不用啊 談戀愛太複雜了 你吃一顆藥就有那種感覺 何必不 何不吃藥呢 談戀愛很複雜耶 你每天那個變化 你去掌握那個變化 像股市一樣訊息萬變 然後你要掌握那個很難很難很難 然後還有開始的了跟開始不了的 現在你們這個時代所謂的宅男 這個大概從日文來的 我們台灣叫做宅男的 日文有的叫Hikikomori 還有的就是什麼otaku 像這樣子的話 那也有甘霧女這樣的話 對不對 就是那種好像上班回到家以後都不打扮 不能去卸妝 然後只看漫畫 不也不出去應酬不幹嘛的 其實很多人都這樣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東西 在我那時代更是這樣 沒什麼電影可看 沒什麼的時候 你就是回到家就是卸妝不就舒舒服服 穿著睡衣就在家裡混嘛 你幹嘛出去呢 舒服最重要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這現在變成一個難題 或者大家要擔心的事情 很多人擔心宅男到時候怎麼交不到朋友 其實宅男有很多朋友 imaginary friends 還有跟小朋友一樣 對不對他有很多朋友 還有宅男有很多這種網路上那個 暱稱的朋友 可能跟他一起玩電動的對不對 運氣好或者實力堅強 你還可以得到世界冠軍呢 然後全國人替你想你可以幹嘛這樣 那很多家長很擔心呢 現在小孩打電動都有一個藉口啊 說我要爭取世界冠軍了 這樣我就免事升學 我還可以當替代役 我還可以這那這那 所以這個家長團體非常非常的憂心 說這下子這開了潛力 以後小孩子玩電動 你一點道理 一點理由距離他都沒有這樣 所以呢這種宅男 至於安於自己的生活嗎 沒有額外的需求嘛 我需求什麼呢 我要什麼都可以解決嘛 就可以自己解決 或者靠著跟電視的朋友電腦另外一端的人解決 他幹嘛還需要什麼呢 所以很多家長就不懂 你要出去走走啊 他幹嘛出去走走呢 電腦世界比你外面豐富多了 他出去可能還真不會走 他在電腦裡面他熟得很啊 哪一個機關哪個地方有什麼的 他熟得很啊 他幹嘛出去走走 他已經出去走走了 In a way 他根本就不在這裡啊 他身體在這裡 他某種程度已經不在這裡了 He's not here anymore 你看到的只是一個軀殼 可能將來外星人可以借用的一個軀殼 還有另外有人是這樣講 曖昧最美啊 我幹嘛去表白呢 我喜歡他 我就跟他搞曖昧就好啦 那你還要表白幹嘛 搞曖昧最大的困擾 就是你不知道這真的還假的 這跟虛擬的一樣啊 最後最後最後 你還是會有一個很真實的問題啊 就知道你真的假的 我這些網路上的朋友 到底是真的喜歡我 還是假的喜歡我 你最後還是會有這個問題的 如果你像莊子一樣 或像蝴蝶一樣 兩個人說 哎呀我不知道我是莊子還是蝴蝶 然後蝴蝶說 哎呀我不知道我是莊子還是蝴蝶 如果你能想像OK啦 我就覺得這是一個不太可能的事情 莊舟可以夢蝴蝶 蝴蝶絕對不可能夢莊舟 那文學想像可以 我誰知道呢 我現在是認為是的 也許哪一天就被推翻了 曖昧最美 曖昧最美你幹嘛去表白呢 你就跟他曖昧下去 等到有一天他跟別人在一塊兒 初戀這件小事的電影也是這樣 等到有一天就跟別人在一塊兒啦 你曖昧下去吧 你有空你曖昧下去吧 你喜歡的人他一定有些條件 別人也會喜歡他 那你不表白人家以為你不喜歡他 就跟其他表白人就在一塊兒 然後最後你都要搞得很複雜 表白的錯誤假設 第一個是假設自己都讓情感跟自己相似 如果是那樣表白成功機率就非常高啊 如果他真的跟你情感相似 那沒問題 你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兩人在一起會有那種一見如故啦 很有默契啦這樣 如果不是你表白就是自己送死啊 這是很簡單的 但是有人就是就是就是憋不住啊 要要死那沒辦法 第二個假設對方價值觀跟自己相似 這是兩個我覺得常見的問題啊 接下來最後一個部分 就對方情感的回饋 有些人沒有像你一樣的那樣的情感 他能回饋你的就是說 我只能跟你當朋友 我沒辦法跟你當男女朋友 表白的人通常不能接受這個條件 覺得要嘛你就跟我談男朋友 要嘛我們就吃 如果我們情感不在同一條平面上 那我們就不能在一起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你當初就不該表白啊 因為表白就是你們情感不在一塊啊 不在同一個level啊 你喜歡他比較多啊 他還沒卡還沒注意到你呢 他來不及分辨到底喜不喜歡你呢 他是把你當一般人看啊 所以你就像你在剛開始 沒有確定對方情感之前 你不應該表白的 你應該增加見面機會 增加互相瞭解機會 到某一個程度 你覺得跟他差不多了 很多事情慢慢培養的默契 那時候表白保證百分之百成功 所以你把那個後來要做的事情提前做 這保證失敗 英文二一還沒學就要學二 你說這樣比較快 那我就看到很多人講 我說你先跟他做朋友多了解他 多約他見見面吃吃喝喝下午茶 不要給他壓力 然後跟他同休一門課 大家有共同的話題 那到時候你看你要不要跟他表白 有些人你會發現 作為一輩子的好朋友 是你最終最幸福的關係 有些人可能你要變成伴侶 彼此可能會幸福一點 或者其實都倒向了最後分裂的根源 所以這個是對方情感的回饋與否 沒有回饋你表白了 那只是被打槍嘛你們叫做 這其實沒有失戀的問題 因為只有你一方感情的付出 跟你一方感情的要收回 那都是你的問題跟他沒關係啊 所以在德國的一個學者 我不記得誰了 很有名的話很多人都引到 他說我愛你啊 但是跟你有什麼關係啊 我愛你跟你有什麼關係 這句話很多人覺得很有深意 我到現在都不懂什麼意思 你愛我然後跟我有什麼關係 那你就不要跟我講啊 你就繼續愛我 那就真的跟我沒有什麼關係啊 你愛我又跟我講了 然後說跟我沒關係 你這來哪一套啊 你這是 又告訴我又不告訴我 叫double bind 你要發神經病啊我 然後另外呢有性別跟愛情的開始 我有制度性的嘗試 我們社會學家呢相信制度的問題 很多個人的問題 其實是制度安排的問題 那制度造成問題 就可以用制度來解決 好我先告訴你 我相信的前提是這個 那當然前提有問題的時候 後面當然不同 很多同學告訴我他沒辦法交朋友 交不到朋友 我覺得這是一個制度問題 尤其高達40%的人 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就問題很大 如果全台大只有一個人有這個問題 這不是問題那你的問題 40%人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那這就是一個值得注視的警訊 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 那可以做什麼呢 然後我那時候在負責性評會 我負責性評會 我想總不能一天到晚辦這種 比較黑暗面的事情 一天到晚我得那樣子去查 人家到底犯了什麼罪 我可不可以做一點正面的事情 大部分人不會花時間想這個 因為做性評會事情 就已經夠讓人煩惱了 還去想正面的事情 別忘了我告訴你 我這個人有一個特色 我常常會看到正面的事情 所以我就找了幾個同學來聊天 我說我有一個想法 你們可不可以幫我實行 那同學聽完說可以 我的想法就是台大校園到追日 我那時候辦一個活動 叫台大量住節 一般人都認為 都會辦的活動叫 台大性別平等周 我覺得這聽起來太自視 我就叫台大量住節 為什麼叫台大量住節 你就會先問 你一問我就有機會跟你再講話 不要一下把答案告訴人家 告訴人家答案就沒講話 對話的機會 你要開個頭 引他的興趣 然後就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你就跟他講四句話的機會 所以我就辦台大量住節 辦了四場演講 第一場就說什麼叫做台大量住節 來的人非常少 很少人上我的當 然後我自己上自己的當 好 那台大量住節其中有一個活動 就叫校園倒追日 因為男生追女生呢 大家都認為是正常的 女生追男生被稱為倒追 那我覺得這是沒有道理的事情 我就說 可是呢 我們要把沒有道理的事情 放在我們的眼前 讓我們看到他的沒道理 也許他就不攻自破 這是我原始的想法 結果沒想到這事情出來以後呢 就放在網路上討論 PTT 那時候還沒有什麼Facebook 什麼這些 聽說網路上討論的沸沸揚揚啊 很多人很恨我啊 女性主義者說 什麼叫台大道追日 女生就不能追啊 女生又不能追男生啊 這什麼話啊 這根本就是個錯誤的想法 我想哎呀 不錯 引起討論了 另外說哎呀 女生本來就不應該追男生嘛 這像什麼話啊 成何體統這世界都亂了 反正網路上你知道 鄉民有些人跟正義是沒有任何關係 反正就講一個我想 因為他這個活動竟然那麼多人 反正應該有很多人參加 我們就抱著錯誤的期待 期待第一屆 第一屆我們設想非常的不好 我們就擺就放在 就是活動的就放在這個 活動中心的一個教室 一間空間 搭人來人往的 然後那個記者也發現了 然後沒有人報名 我們歡迎大家現場參加 結果記者就來了 那時候有很多台現在都不見了 記者來了 來了就說 你們辦活動人在哪 我說對不起沒人參加 我站在一邊學生講 沒人參加 第一個就破口大罵 你們台大辦事活動怎麼會這樣 然後就走了 這就是沒經驗的記者 有經驗記者來了兩家 哎呀 那有經驗呢 也是一樣 你們活動在哪辦呢 在這辦 同學呢 沒人 沒人參加 這兩個記者呢 就不像前一個 就罵人家走了 這兩個記者厲害了 沒人參加 那我們都來了 演給我們看啊 來 女同學 男同學 然後就這樣導演 像那還在那邊鏡頭還在那邊轉呢 兩台都是號稱獨家 我在旁邊才知道 台灣的新聞是這樣做的 根本就沒發生的事情 就兩台 然後事後有人告訴我說 老師其中那個女的是lesbian 男的是gay 還好啦 反正新聞就是連續劇嘛 你就當作那只是有那個事情 不是當事人懂嗎 我們演給你看 這叫什麼 模擬畫面 還叫什麼動新聞什麼之類 你懂嗎 這你用這種概念去想就可以 不要認為影片中的人 就真的發生事情 OK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就這樣這 這就在社會上討論的沸沸揚揚 那沒人參加 那我們就很想 為什麼沒人參加 而且買了一堆點心啊 最後就我們這個主辦單位跟我 就把它吃掉了 所以老師會肥 不是沒道理的 老師常常覺得 全天上眼都跟老師一樣喜歡吃點心 那就買一些點心 好 我們馬上就不氣餒 我們姓孫的開玩笑 第一次就打敗 那我們還姓孫嗎 我們 我們就說好 誰革命都十次 我們算什麼 再來一次 那個學生被我鼓舞 再來一次 研究到底出了什麼錯 說哎呀 因為告白的人都很害羞 你這樣公開場地 沒有人敢來 所有人都來看熱鬧 你看探頭誰呀 哪個不要臉 你在做這事 就這樣 好 就是下次 不公布場地 然後說點心啊 不夠 重賞 這要不要 老師你這做的 買的太便宜了 要買更貴的 我說好 買貴的 拿一萬塊出來 做弄點心 老師會那麼胖 你慢慢知道 就是因為每次吃得比上次好 第二次呢 也是一樣 我們這樣討論的沸沸揚揚揚 就有兩個人報名 終於有兩個人報名 我們好興奮啊 活動的前一天就打電話 同學就打電話給另外一個人 這我都在旁邊監督的 打電話第一個同學的男朋友 希望他能夠來參加倒追日 接受那個女的對他的告白 那男同學就說你們哪裡呀 我們是性評會 做這活動 他說幹嘛 有一個同學喜歡你 然後希望跟你告白 可不可以黏著到現場 我們是非常隱秘的這樣 講了一堆 他說哪個同學啊 他說就是問問我同學 那人聽完愣了一下 在電話那邊愣了一下 說可是我們昨天晚上 就在一起了 那當然我們同學很厲害 說先恭喜你啊同學 那你要不要來參加活動 他說不要 為什麼 很丟臉 他倆不是在一起了嗎 過河拆橋 不得好死 我就這樣詛咒他 當然這個我詛咒 就如果有用 那我就一天到晚詛咒 沒用的啦 隨便說說 好第二個人打電話給他 說請問同學你明天要來參加嗎 他說會啊 那那個人呢 你不是說有兩個人嗎 他說那個人不參加 為什麼 因為他們兩個已經在一起了 然後他一聽完就 扔了好久 同學你還在嗎 在 那你要不要參加 那我也不參加了 為什麼 很丟臉耶 丟什麼臉我都不知道 你當初報名 所以總而言之 就沒人參加 所以第二天他就跟我報告 我還懷著很大的那個 我們要走到我們的秘密基地這樣 因為我們只有簡訊 發簡訊 然後告訴你在哪裡活動 結果我一看 點心買的很好吃啊 就吃啊 怎麼沒人來呢 那老師就幫我講這故事 我說為什麼 大家覺得很丟臉呢 我們就等 等到活動 預定活動時間結束 沒有任何一個人出現 沒有任何人打電話來問 我們就又把點心給吃完了 所以同學知道 那本來要辦第三次 話號其實還是第一次 台大校園倒追日 結果我就卸任了 結果這個活動就沒辦 後來還有人真的問我耶 結果大概有一次演講 就提到這個問題 就有一個電機系的博士班學生說 老師我可以跟你合作 我可以用電腦的方式完成你的心願這樣 結果我說好 他說可是呢 我們可以跟廠商合作 我說我們在台大辦活動不能跟廠商合作 他說老師如果你的那個下午茶 你能夠出五星級飯店下午茶卷 我保證一定有人來參加 我說真的 那我去多賺錢 我提供四場下午茶卷一個月的 每個月抽一個人出來 他說老師好 他幫我設計一個方式這樣 結果我卸任了嘛 卸任我本來還想自己私下辦一個 結果後來因為那個設計的方式 用電腦你上網站 我不用看到對方 對他說老師他不用看到你 你不用看到他 這樣他有隱私權百分百 我說那我怎麼知道他去的那個餐廳 他說很簡單我們告訴那餐廳的人 說誰來的話只要講出通關密碼 你就給他一張什麼一張電腦條碼 然後呢他我們就把餐券放在那邊 他就可以吃了 吃完以後呢 他就回報他的上網去登記他的電腦條碼 我們就知道他去吃了 我說那我不能在現場 他說不行 我說那我就看不到熱鬧 我很喜歡在現場 他說老師你要去這個看吧 我說好 但我怎麼知道他們兩個有聊天 他去可能帶著朋友去對不對 然後他有一張免費券 然後其他兩個朋友 然後大家怎麼樣 然後那個也帶朋友去 那就不是我的原意啊 你懂我意思嗎 他說老師那這個我沒辦法 這你要想 他說那我怎麼知道他們有沒有聊天 他說老師我也沒辦法你要想 我就想出你們的作業 認識同學跟問三個問題 然後把他的答案寫下來 這就是當初我的想法 用在你們身上 轉變一下 你們就沒有五星級飯店的餐券 哈哈哈哈 這個沒有實踐過 因為後來就在腦中一直在醞釀 怎麼樣造成一個有效的一個 一個見面的機會 那後來我到處鼓勵 所以要不然你就去喝一個下午茶 因為花的錢不多 時間不多 但是你有機會認識一個想認識你的人 那到現在為止沒人做 我本來你們的作業呢 不是只要訪問一個同學三個問題 本來你們的作業是要跟全班同學 分別單獨去喝下午茶 我發現這樣子太花錢 所以也不敢提出來 但是這是我的心願 如果有機會辦一個活動 聯誼活動我就叫你們去喝下午茶這樣 聊聊天嘛 你們這種年輕人聊聊天 能損失什麼呢 能損失什麼呢 萬一你想就一場下午茶的錢 大不了一百塊好了 我們講打死一百塊好了 一百塊如果就沒有了 你就認識一個人跟一個人聊聊天嘛 一百塊 如果你因為這場下午茶認識了好朋友 就算將來不走在一起 認識好朋友這也是一個值得的一百塊買到一個好朋友 你想想看 萬一萬一萬一你是那上帝拣選最幸運的人 你就在這次下午茶認識點終身伴侶 這就是我要 我希望能夠製造出來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說我這種人能不當月老嗎 你看我做的多少很積極的事情 很多人兩手一胎說這個是緣分 你沒那個緣分就算了 我有時候也真的是這樣相信的 可是我真的覺得說我念社會學不枉費我念社會學的話 那就是要有一些社會的做法呀 這所有做法可以積極的讓你跟那個人牽在一塊兒 但是你什麼都不做我那麼積極也是沒有用 所以你要問我說 老師我怎麼樣才可以認識人 制度的方法真的可以幫助你 另外一個真的你不自救誰也救不了你 你不想讓自己認識別人 什麼話都沒有用 我今天在這堂課已經用了一些學術的方法 用了一些我告訴你我想出來的方法 可以讓一個人認識另外一個人 這個 如果你都還沒辦法 同學我仁至義盡 鞠躬盡瘁死而後移啊 你可以知道全世界沒有那麼多人 甚至我不知道任何人花那麼大心思 你沒交什麼錢才幫你做那麼多事 我要是去開那個仲介 婚姻仲介或交友仲介 我一定開得比所有人好 我希望我腳不開的話 你想去開 根據你上課學到的東西 你也應該開得比所有人好 因為你有學到別人沒有學到 別人就靠傳統的方法 還靠一點運氣 我希望我們還有學術研究的基礎 能夠突破這些困難 當然未來的人不一定要都要結婚了 但是至少交朋友 交一個可以談心 可以互相合作的朋友 這件事情也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不一定要以結婚為前提找到什麼這樣 好啦那今天先上到這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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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